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我是大四才知道我现在的爸妈不是我爸妈的 那天辅导员叫我过去办公室 我看到我爸妈面色凝重 里面还坐着一对穿着学校清洁工和食堂制服的中年夫妻 他们眼睛里带着泪花 眼巴巴看着我 另一旁坐着我的爸妈 手足无措 那个食堂装扮的漂亮女人一把抱住了我 月月 你受苦了 接着就开始哭起来 等他们说完我才知道 原来因为幼年一场意外 我走丢了 这么多年 他们一直在找我 现在终于找到了我 还说了我肩上的蝴蝶胎记和准确的血型 我有些发猛 这时忽然听见办公桌后面传出一声几乎忍不住的笑 原来是我室友孙雅琪 她是来摩岛园要注学金名额的 却不料听到这么个大八卦 岛园有点生气 将孙雅琪叫出去 还要她保密 等我回到寝室 就看到孙雅琪同情地看着我 月月 你别难过了 你的事 我跟班上同学说了 大家以后不会嘲笑你的 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 她怎么可能保密呢 班级群和各种群都传遍了 从孙雅琪嘴里说出的话 肯定是无辜心痛又无奈的 但不小心传出去的话 就不一样了 说我根本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女儿 就是个冒牌货 说我爸妈是在学校食堂打工的 说我平日里吃穿用度大手大脚 现在好了 打回原形 由奢入减难 看以后怎么办 我本来想说今天的后续情况 但是这时候却突然不想说了 这个孙雅琪大义 开学的时候还带着土气 这三年 她对我亲密友好 撒娇卖吃 我对她大方友好 一副化妆品 她借了用了不知道多少 食堂打饭 超市买水 她总说自己忘了 带饭卡带手机 结果三年时间 未养出一个绿茶白眼狼 果真爸妈说得对 人要在没钱低谷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真的假的 才看得出一个人的人品 心事有露露 也狗腿跟着孙雅琪 幸灾乐祸 看着我指另一个平日和我保持距离的礼精走过来 拍了拍我肩膀 孙雅琪又在和别的专业认识我的人说我的事 你别问了 月月心情不太好 刚刚回来都没理我们 这种事情是很难接受的 你要是我朋友就不能这样说乐乐 我会不高兴的哦 礼精翻了个白眼 我跟着他做了个鬼脸 他忍不住笑起来 忘了说 我的确不是我现在爸妈的女儿 但我亲生爸妈貌似是更加土豪的存在 只是他们是白手起家 看惯了世间冷暖人情 所以任亲第一天就给我上了人性宝贵的一课 他们说人在低谷的时候 什么都是真的 他们希望我能找出真心对我的好友好好表示一下谢意 我之所以没说 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男友彭幻 我们大一就认识了 他那时候周身最值钱的就是高中的校服 但是他人长得特好 也很有上进心 我就喜欢看他认真上进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后 我几乎包揽了他所有的衣食住行 当然 对外肯定不能说是我的手笔 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 我还总是将自己的包包说成是他送的 为此 孙雅琪羡慕了好久 还娇滴滴问过彭幻有没有兄弟什么的 但彭幻对他始终是有理有结 我对彭幻还是很放心的 但没想到这份放心只坚持在我身份破灭不到一个星期 彭幻起初只是电话和短信少了 我还以为是因为大四毕业要找工作忙 也没有上心 我想着怎么让他给我新爸妈留一个超级好印象 而且这几天 我还沉浸在我新爸妈给我的黑卡的余额震惊中 然后为了鼓励我继续保持在学校食堂就餐的好习惯 我亲爸妈干脆就将二十堂二十家小吃店全部入股 我打菜全部都是大分足量 不计成本 我养父母不甘示弱 跟着也悄悄包下了一食堂 为了遵守宫廷竞争准则 他们都低调行事 然后再假装不经意透露给我 所以我一去食堂 每次只花一块钱 差不多就能达到一百块钱的分量 孙雅琪立刻更加卖力 帮我宣传 说我妈在食堂工作 让大家多多去照顾一下我家生意 嗨 这的确是照顾我家生意 我无法反驳 就请窗口大妈照顾照顾我同学们 一时竟还得了些好口碑 孙雅琪气得不行 这以后干脆就不去食堂吃饭了 她和我闹翻后 在寝室也不避讳了 那天我出去见几个叔叔伯伯 回去就看见她穿着我之前借她的奢侈外套 用我以前买衣服的袋子装着 她买的蛋糕 出去袋子都破得不行 为了那个logo 她还舍不得扔 这丝一向抠门 怎么今天这么大方 过了一会我就知道了答案 在外的李京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 气愤地说自己看到的情景 照片正是孙雅琪和我男朋友彭焕 他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彭焕穿着我脱我发小 从米兰给她带回来的定制休闲正装 带着我送她的手表 看起来衣冠楚楚 一表人才 我给彭焕打电话 你在哪里 电话那边愣了一下 月月 你今天不是有事吗 对呀 事情忙完了 你现在在哪里呢 图书馆 她顿了一下 嗯 我平日里几乎不去图书馆的 那里空调太冷了 我容易感冒 我立刻笑了 巧了 我现在就在图书馆 怎么没看到你 彭焕吸了一口气 那边隐隐传来孙雅琪故意地咳嗽声 她迟疑了一下 似乎下定了决心 我今天陪一个朋友过生日 什么朋友啊 男的女的 月月 你不要这么无理取闹好不好 我就问你 什么朋友就是无理取闹吗 怎么你朋友见不得人 还是我知道你朋友是孙雅琪 就会无理取闹 月月 你听我说 她立刻道 你说 我听着呢 我好整以侠 孙雅琪明明是她曾经说的最绿茶的女生 她还说她虚荣 仗着有俩钱 成日不把这个那个放在眼里 看着就想敬而远之 原来她想敬而远之的不是谁 而是没有钱的我 没钱这件事可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看了看自己手上拿到的名片 本来今天我想带你见一见我亲爸 我说了你这次拿了毕设优秀奖 她还想见见你 彭焕沉默了一下 月暂时还是先不要见了吧 我最近在忙着找工作 想去天圣那边 正好我朋友说能帮我投简历 等忙完再说吧 明明之前她一直说想见见我爸妈 还一直问我要带什么礼物比较好 不过就是一息之间完全就变了 看来这张名片她也不需要了 我看了一眼名片上面天圣集团执行董事的刘金字体 将名片扔进了盒子里 手上还有一张名片 我顺手递给帮我带夜宵回来的礼经给你 她看到名片 惊讶睁大了眼睛 我按住话筒 不用谢我 加油 非要谢就以身相报啊 电话那边还没挂 彭焕心不在焉 问我在说什么 里面又传出孙雅琪撒娇的笑声 换哥哥你吹蜡烛呀 人家都许好怨了 我说没什么 就是让你好好吹吧 咱俩的事也吹了 我当天晚上就搬了寝室 除了李经和几个在这段时间仍然对我如稀的同学 其他人都没说后来的事情 也基本上都是从群里和他们告诉我的 彭冯焕和孙雅琪果真在一起了 经过孙雅琪不经意地投掠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家里很有背景和钱 听说还帮彭焕进了他心心念念的天圣集团下面一个子公司做策划工作 他毕业没上班 进了一家文化公司做起了主播 听说收入非常可观 本来和我也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邀请我去同学会 他在大群里爱特我 所有人都看得到 月月周六的同学会在C城天圣国际酒店 听说你亲爸妈也是C城的 你一定要来 我好想见你 同学们也想见见你 到时候给你发邀请函 别不好意思 配合几个狗腿子的附和 我有些反胃 倒不是不能去 周六正好我妈在天圣酒店参加宴会 楼上楼下的是看一眼也无妨 但去看这几张脸 有点倒胃口 我没说话 提前一个星期 班级群里就闹翻天了 孙亚琪一会发他精心挑选的菜单 这些都是天圣行政总厨亲自动手的菜品 一般人吃不到的 我一看这不就明明是日常的大唐菜单吗 一会是酒店的包房背景 这个包房的沙发听说是专门从意大利定制送来的 这种包房一共就两个 当然只有两个 这两个是专门给网红们团购打卡用的 过了两天 孙亚琪又发照片 这回是她的自拍 大家看我这个新做的美甲 是不是颜色有点淡呢 美甲下面压着的是一个极大的二手射包 logo旁边还沾了一点颜色 我看到这里不由一愣 这不是之前整理我的旧物 清理出来再让家里工作人员在二手平台处理的吗 看来是有人喜欢我这款包 专门去网上买了 再接着 孙亚琪还在辛拉的狗腿群里立她的成功白富美人设 还有她和我那凤凰男前男友的秀爱说 这次同学会有好事要宣布 我正准备点屏蔽消息 突然看到她又爱特我 乐乐你明天来吗 你别不好意思 大家都是同学 到时候都是男生买单多出来的差额 我请大家了 她的狗腿子露露立刻在下面县内 琪琪你真好啊 不过那酒店在度假村那边得开车 月月现在怕是不方便吧 孙亚琪立刻回复 你别这样说嘛 我听说之前乐乐妈工作那个食堂的小老板发达了 买了新面包车呢 挺不错的 扑斥下面是一排大笑的表情包 露露说还是齐齐好 家事又好 长得又好 现在事业爱情两得意 真让人羡慕死了 下面一片附和声 孙亚琪说 还好了 我向下滑动成员 赫然看到蓬幻镜也在里面 真是讽刺 既然这么想出风头 我还真得好好成全她和她 我换了礼服短裙走下楼 妈妈明天宴会 我穿这个怎么样 终于舍得穿淑女一点了 好看 开长舞就穿这个吧 我妈笑吟吟拉着我看了又看 又给我一个盒子 对了 你阿妈送来的项链 正好配你的裙子 我现在有两个家 生母叫妈妈 养母叫阿妈 两个妈妈的宠爱 谁也不肯少一点 将首饰戴上 我意外看到 首饰和旁边还有一个小盒子 一看这个粗糙的审美就知道 一定是我阿妈那边 从小就不太对付的竹马陪奸送的 她倒是伶俐 现在和我亲妈关系 也打得火热 盒子虽丑 里面的耳坠倒还挺漂亮 晶晶的粉钻 我妈给我戴上 牵着我手将我戴下去 你看阿尖 我就说很配的 我这才看到 楼下站着来送礼的陪奸 年少金贵 沉稳不少 她看着我一会 笑了笑 还算衬你 我哼了一声 什么叫还算 明明特别衬 晚上睡得正好 突然被一个电话惊醒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模模糊糊接起来胃 那边顿了顿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彭焕月月 什么事 我打了个哈欠 彭焕迟疑了一下 明天的同学会 要不你还是别来了 为什么我就是单纯好奇雅琪 她对你有些误会 明天你来我们之前 又是男女朋友 我怕到时候会尴尬 我差点气笑了 彭焕 你搞没搞清楚情况 她对我误会 我尴尬 本来我懒得说的 你现在既然送上门了 我就和你掰着掰着 我问你 我们为啥分手 我们分手之前 你们俩什么关系 先不说 我根本不想参加 就算我参加了 请问谁该尴尬 彭焕道 月月 我这也是为你好 为我好 就请别大半夜骚扰我 我本来想给你发微信 但是你杀了我 我真是无言以对 彭焕 你差不多行了 不删你 留着给你上香吗 以后别给我打电话 月月 她叹了一口气 你别发脾气了好不好 你想想 我大四毕业 马上就要工作 但是你家当时出了那么个情况 我也是不得已 你真让我恶心 滚蛋 我正要挂电话 就听见彭焕的话 你总是这个性子 一点都不知道服软 本来你要是好好说话 我都打算将天圣集团 另一个子公司内推的机会给你的 给你妈去吧 我挂了电话 气得睡不着 结果挂了电话 我又收到彭焕的短信 既然分手 那就彻底一点 上次我送你那枚钻石戒指 你能不能还给我一个碎钻 不知道几分的戒指 那是给我的生日礼物 而同年她的生日我送了她一个几万元的手表 我气得心口痛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当下将她送我那些毛绒玩偶什么的全部打包 忙碌晚 我口渴 起身下楼喝水 走到厨房 却看到裴奸竟然还在 她穿着一身睡衣 额间几缕烧乱的碎发 越发衬托少年气的美好 晚了 我打了个招呼 顺手拿了杯子 倒了一杯凉水 咕嘟咕嘟喝了半杯 她等我喝完 那是我的杯子 现在我喝了 是我的 我气呼呼 看见旁边的柜子 蹲下 拿了一瓶葡萄酒 长夜漫漫 对酒当歌 来一杯不她笑 失恋了 我吃一生 看 我是会失恋的人吗 就是被白眼狼咬了口 特么还两只 他伸手和我碰杯 一手靠在料理台 垂眸看我 那要不要咬回来 我喝了一口 咽下眉醒 略微苦涩的酒 咬什么 我又不是狗 他笑起来不觉得 小时候被你咬过好多次 有个疤现在还在呢 他只给我看他的耳朵 我瞅了一眼 记仇 我这个人记性好记 嗯 自然也记仇 我白了他一眼 既然记性好 都跟你说了 我在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哪个寝室 大学四年你就在隔壁学校 怎么一次都没来看过我 陪肩一饮而尽 看过 不过你没看到我 我忽然想起大意时 我就和脾气好性子斯文的棚换在一起了 其实哪里有时间理会碰见陪肩 从小一个学校 陪肩脾气不算好 又爱欺负我 我可讨厌他 偏偏初中高中都还一个学校 到了大学 本来以为他成绩那么好 要么北上 要么留学 结果 竟然又是和我在同一个城市 我当初喜欢彭幻 很难不说 就是被陪肩欺负惨了的逆反心理 但是这次来他感觉有什么地方变了 比如到了现在竟然没有对我 果然我是被那对白眼狼气疯了 现在竟然不被气一下 不习惯 我放下杯子 这酒难喝 明天还要早起先走了 等等 陪肩忽然叫我 一或回头 他目光向下 我才看到我没穿鞋 是赤足站在地上的 他走到我面前 脱掉脚上的拖鞋给我 别 你这不也要冷吗 你是客人 我得照顾客人的 你不能感冒 我按住他胳膊制止他 也是 不过还有个办法 他忽然说 下一刻 他的手臂穿过我的腿弯 将我直接抱了起来 身体腾空一瞬 我有些猛 我呆呆看着他 他目光定定看着我 你是不是疯了 我问 我感觉我的脸正在以超快的速度变红 发热 没有 我是客人 我想了想 的确我不能感冒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 等化妆师给我化好妆下楼的时候 我妈拉着我左看右看 月月真好看 我将头靠在她胳膊上撒娇 还是妈妈生得好 阿妈养得好 到了天圣酒店 临近中午 还没进停车场 就看见一群人从门口走了进去 正是我的同学们 而孙雅琪坐着一辆宝马车 车窗开得很低 她一直热情和同学们打招呼 不过我却看着那辆车有些眼熟 等等 这车牌 这不是我家的车吗 我问我妈 咱们家有姓孙的司机吗 我妈想了想 是有个新轮过来的 是姓孙 是小裴推荐的 之前在天圣那边工作 我立刻看裴奸 裴奸面色不变 这家伙鬼心思最多了 裴奸他爸是天圣最大的董事 之前那张本来想给彭焕的名片 就是裴叔叔的秘书的 本来都说好了 我们下了车 就直接上六楼贵宾宴会厅 同学会的位置在三楼 我按下了三楼 你们先去 我有点事去看看老同学 顺便送点东西 裴奸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吸了口气 现在还不到你出场的时候 拎着抽好真空的袋子 我从三楼走了出去 门口正好站着孙雅琪的狗腿子鹿鹿 有月月 咦 怎么从地下停车场上来 她说完就和旁边的人恰到好处小声说 估计故意从这里上来 想让别人知道她有车 然后是唧唧咕咕的笑声 我缓步走过去 碌碌的笑声渐小 这不是飞拉格木的鞋吗 那个限量版 不远处 孙雅琪正在和这层楼的楼层经理说话 我早就定好了的 你是不是弄错了 我男朋友也在天圣集团工作的 这是内部预定楼层经理 客气 看完他的预定信息 抱歉 您的这个预定是限定时间的 晚上八点以后的员工内部厂 如果要提前开始 就需补足差价 孙雅琪仔细看了一下 有些尴尬 多少经理到一位六百元 孙雅琪愣了一下 这么贵 但是他旁边就站着彭幻 还有先来的同学 这场同学会本来就是他张罗来的 他咬牙道 那就补插额 我们先去 你先帮我们算算 他说完正好看到我 看见我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 面上顿时露出含着轻蔑的做笑容 月月 你来了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 过来不太方便 怎么还拎着袋子 这里不能打包的 我将袋子扔给彭幻 你送我的东西都在这里 大一生日礼物 毛绒雄 大二香薰蜡烛 大三水晶地球 大四要求婚的戒指 一个不少点吧 彭幻面上挂不住 月月 你今天来 就是来发脾气的吗 现在提这些也没用 我们已经结束了 说这话的时候 他下意识将手上我送给他的那个手表藏了藏 我吃笑 拉倒吧 看你也算是陪了我三年 我送你的东西 不会要回来当给你的 嗯 青春补偿费 周围同学轻轻笑起来 孙雅琪脸上也挂不住 林月 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呢 你现在什么身份能来这里参加同学会 都是看在大家的面子上 现在来装什么清高 我歪头 不好意思 我不是来参加同学会的 不是同学会 那你来干嘛 他忽然想到什么 笑了起来 是了 听说你现在还没上班 是来找工作的吧 哦 对了 你也知道今天李京要来 知道他现在进了临安集团 是不是想要他帮你引荐 听到临安集团周围人开始窃窃私语 这是和天圣集团齐名的大公司 没想到李京这么厉害 竟然能进临安集团 是啊 听说是内推的 进的还是最难的风头部 那一会一定要问他要个电话号码 听说李京和林月关系挺好的 肯定会先帮他的 也不一定 现在谁不是先帮对自己有利的人 瞧林月能帮李京什么 送他两个大包子吗 滴滴的笑声响起来 听到李京也要来 我反而不着急了 他自从上班后太忙了 不是出差就是加班 给我回个消息 都是在厕所抽空挤出来了的 没想到今天他真的来参加同学会 看来那天他说的要来帮我出气 是真上了心 另一边 孙雅琪还在催经里快点 毕竟同学们都来了 来的人越多 等得越久 就越知道他用优惠劝的事情 我走了过去 楼层经理认出了我 微微有些惊讶 我向他示意道 不如让大家进去等吧 他立刻将所有人都放了进去 孙雅琪还以为是自己的缘故 得意洋洋跟大家继续吹嘘 换哥的爸爸现在也进了天圣集团工作 在里面管事 所以才拿到这么多优惠 楼层经理问 请问这位管事是 如果是集团六级以上职工 可以获得额外折扣优惠 孙雅琪面色一僵 我们不用那些优惠了 切 优惠这点钱 我们又不是给不起 楼层经理伸手按住耳机 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 他脸上立刻露出非常专业的笑意 这位小姐 你刚刚说的是彭焕先生的父亲彭富贵先生吗 对了 他是我们这里子公司的保安小队长 也有折扣的 彭焕脸色微红 向孙雅琪生气道 叫你不要多话 你这干什么 孙雅琪在同学面前也有点拉不下脸 我怎么了 我还不为了你 再说 要不是我爸推荐 你爸能进去吗 你能进子公司吗 四周怯怯思语 彭焕脸飞快涨红了 他向来最是爱面子 当下有些发恼 别说的你多厉害 你爸那是正常撒网 介绍人介绍成功 他还有介绍讲的内推和介绍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有人笑起来进了大厅 我在包间旁边的沙发上等礼金楼层经理 立刻安排了点心裹盘过来 里面的声音陆陆续续传来 孙雅琪嗲嗲开口说来 好奇怪哦 我那天从万龙市场经过 居然看到林月了 万龙市场是我们当地有名的货市场 看来这是不服气 准备将话题引到我身上啊 露露道 我说难怪看到他一身名牌 原来都是假货 孙雅琪 其实女孩子虚荣一点也没什么的 只要过分注重物质 这时一个识货的同学道 不对吧 我看那个就是真品啊 孙雅琪尴尬笑了笑道 哎 也许是用的以前的包包吧 这那么久了 还舍不得换新的 另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同学则道 不对啊 那是今年的新款呀 露露哼了一声 说不定是傍上什么有钱人了呗 这有钱日子过惯了 谁还稀罕过以前的日子 你说是不是 奇奇 孙雅琪 很快又想起什么 现在不是都有那个什么奢侈品租赁吗 谁知道是不是租的 说着他又看向我 今天我爸换了辆新车 要不一会我让我爸送你回去吧 毕竟你家破产后 你也坐不上这么好的车了 我想了想 是了 裴奸这回来找我 那个新司机今天开的是我家的车 就在这时 一声月月的招呼 是李京来了 所有同学都从里面涌出来 亲切热烈招呼他 李京谁也没停留 快速和大家打完招呼 静止向我走来 一面笑道 谢谢你 月月 多亏你碌碌好奇 谢谢他 李京笑 是啊 要不是月月的引荐 我哪里能得到天圣集团的直线内面机会呢 什么天圣集团内部直面 好几个同学都张大了嘴巴 转头惊疑不定看着我 已经笑笑没说话 彭焕则猛然转头 目光定定看着我 大家都开始议论怎么回事 怎么林乐能帮忙推荐吗 孙雅琪察觉到彭焕在分心 立刻伸手使劲挽住了他的胳膊 同时看着我桌上的小心点和果盘岔开话题 林乐 大家还没开始 你就先自己点了 这么高档的点心 这个得你自己付钱了 我淡淡看他 这不是我点的 孙雅琪立刻哼了一声 不是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经理 不要只看他长得好看就特殊服务 他可没钱 对了 我们在里面坐了那么久 怎么一个果盘也没有楼层 经理笑道 林小姐是我们酒店的高级VIP 这些都是VIP专属果盘 孙雅琪愣了一下 高级VIP 下一刻 他忽然想到什么 不屑吃笑了一声 差点忘了听说 今天圣集团的董事长 在贵宾厅举行宴会 我说 怎么会穿一身新裙子来 看来是有些人手腕高超 抱了大腿 只可惜啊 小三不是那么好做的 现在正房夫人在 才只能在下面等着 众人立刻恍然 一副原来如此的模样 我简直要被他的逻辑气笑了 彭焕看我的眼神再度复杂起来 暗自有些庆幸的模样 李经忍不住 孙雅琪 我看你真是欠我伸手 按住李经的手 问他 听说你到处和别人说你爸是天圣集团的高管 怎么今天宴会不去参加呢 孙雅琪脸色有些不自然 我这不是为了陪同学们吗 就在这时 经理拿着孙雅琪偷偷给他的优惠券页面的扫码截图过来 不好意思 小姐 这个优惠券一次只能用两张 还需要弥补三千元的差价 孙雅琪左右看了一眼 压低声音 你们是什么黑店 之前不是可以吗 经理微笑 之前 小姐你过来拼单下午茶可以 但是这个券下面有细则 如果是用于晚餐优惠活动 只能一次两张 有人敏锐抓住了关键词 拼单下午茶 对呀 难怪我之前看到他和好几个网红的图都是一样的蛋糕 大家怯怯思语 孙雅琪面色发红 你乱说什么 服务员 我们现在人齐了 想入座了 经理有些无语 看了他一眼 彭焕伸手拉了拉孙雅琪 被他狠狠瞪了回去 这时我手机里收到了陪奸的消息 有个好戏看不看 就在这时 我手机叮咚一声 正好里面传过来一条视频 发信人是陪奸 视频内容是孙雅琪和两个网红拼单拍照扯皮的视频 为了一条撕破要赔钱的丝袜 又吵又骂 粗话连篇 可一点没有柔弱的样子 我看得起劲 回了个消息 你越来越八卦了 陪奸 谢谢赏识 而走在前面一点的孙雅琪穿着的丝袜 果真就是拉了一条线的 看来这条丝袜 还是被他抢到了 这妹子看着柔弱 竟真大呀 接着 这条视频被直接发到了群里 群里安静一秒 有人发了一个震惊猫的表情包 孙雅琪的脸 从红变紫 又变得铁青 最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这都是公司安排 要有点噱头 才能有流量 陆陆打圆场 没想到 齐齐你那么大的咖 也要这么委屈 真不容易啊 孙雅琪的脸占红 瞪了路一眼 让他别说话 到了包间 大家都落座 班上几个混得还不错的男生 有些蠢蠢欲动 一个给我拿杯子 一个给我倒水 孙雅琪冷笑一声 人家都有靠山了 还需要你们殷勤吗 他今天看起来很有些挂不住脸 连平日的柔弱 也忘了装 我不慌不忙 既然陪肩叫我在这里看戏 那肯定是给我准备了大戏的 陆陆续续开始上菜 我手机震动一下 我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近在咫尺的彭焕的月月 琪琪说的是真的吗 微信拉黑 忘了手机号码拉黑 我回了四个字 关你屁事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还是琪琪说得对 女孩子不能太物质 得要复养 不然太容易堕落了 滚我微信回过去 对面的彭焕面色难看 就在这时 孙雅琪发现不对劲 身头一看手机 顿时面色一变 林月 你到现在还想着勾引彭焕 你太过分了是不是 看彭焕现在工作好了后悔了 你们偷发什么 彭焕为什么不让我看 说 是不是他又在勾引你 我翻了个白眼 是无不可对人言 然后直接截图将聊天记录扔到了群里 大家一片哗然 彭焕猛然站了起来 面色清白相见 就在这时 我电话响了起来 是裴奸 我接起来 他问我在哪里 包奸没看到我 我顺手回了地址 好奇的朋友问我谁呀 我笑 朋友 孙雅琪痴 笑得这么荡漾 男朋友吧 我伸手摸了摸脸 有吗 他笑起来 不会是你那个老男朋友吧 肯定是那老头子召唤他了 此言一出 大家都静默了两秒 不约而同看向门口 谁都想知道 我交了一个什么男朋友 更好奇 这个男朋友 是不是真的就是天圣集团的董事长 短暂几秒 果然听见了脚步声 由远而近 第一个推门进来的 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孙雅琪立刻笑出声来 林月 这就是你哀 林月 介绍一下你男朋友吧 其他人低声议论着 我怎么找了这么一个中年大叔 我看了一眼来人 站起来 其他人都看着我 没想到来人只是开了门 就走到了旁边 然后裴肩懒洋洋走了进来 他目光直接落到我身上 手上是一条披肩 刚刚来的时候 你忘了带冷 不得不说 一本正经起来的裴肩 真是别有几分帅气 至少好几个女生 目光都呆滞了一下 孙雅琪更是一副精注的样子 裴肩将丝巾搭在我肩上 手却没从我肩上落下 好小子 演戏真是有一套 我微笑介绍 我朋友裴肩露露 在孙雅琪的提醒下 率先发难 没想到乐乐妮马上又找了一个这么帅的男朋友 她笑了笑 这回花了不少钱吧 这讥讽一出 彭焕的脸率先挂不住 杯子砰的一声按在了桌上 露露忙道 我不是说你这狗咬狗 我差点笑出声来 裴肩云淡风轻 一派深情道 我佳乐乐只要高兴 我花多少钱都是无所谓的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回是她给我花了 当要是真会顺肝爬 孙雅琪握杯的手指收紧 抿着嘴眉说话 极度之意几乎无法掩饰 她一手在自己那个奢侈包包上摸了摸 忽然说 这位帅哥 你可别以为她是个白富美 你知道她这一身打扮都是怎么来的吗 她如此刻薄嘴脸 同学们都愣了一下 无语看向她 孙雅琪根本顾不得咄咄逼人 她可是有个很有钱的干爹 她是被包养的 你知道吗 裴肩闻眼 面色果然一变 她转过头来看我 所有人都等着她说话 她叹了口气 看起来忧怨深情又难过 月月 是我不够好吗 还是你太耀眼了 才会让别人对你传出这样的流言 其他人差不多够了 孙雅琪极度的眼睛发红 这时堵车的导员这时也终于到了 她走进来 看到我有些惊讶又看到我身旁的陪肩 微微汗手 看到孙雅琪模样 导员不明所以 笑着问 雅琪 看到你发的邀请 是准备这月末订婚吗 孙雅琪好像突然找到了主心骨 伸手挽住了彭幻的胳膊 是的 本来说这个月末的 但我和幻哥商量了一下时间 下周末 彭幻面色难看 什么下周末 孙雅琪使劲拧了她一下 手上的镯子闪亮 下面有些变色了 彭幻没敢吭声 她立刻骄傲地看着大家 对 就是下周末 大家一定要来呀 我们谈恋爱是要修成正果的 可不像是有些人是谈着玩的 说完还一由所指看我一眼 陪肩上前半步 我立刻下意识抓住她胳膊 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 没想到陪肩指羡慕看着她道哀 要是乐乐能答应我求婚就好了 她这人从小心眼就多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要开始憋坏 果然她立刻开始卖惨 我不知道多幸运 才能找到乐乐这样的女孩子 她家事又好 学习又好 性子又好 还那么尊重我 要是没有她 恐怕我今天真没有机会 来参加六楼的金玉宴 此言一出 大家都愣了一下 孙雅琪立刻哼了一声 不可能 她妈是学校卖包子的 她爸也不过是个清洁工 她就是个有钱人家不要的养女 怎么可能 小帅哥 你怕不是被骗了吧 同学们都齐齐看向我 而好事的同学早就拍下来 传上了校内网 裴奸吃惊了一声 孙雅琪果真暗笑起来 现在知道也不算迟 导员微微醋眉 叫了孙雅琪一声 示意她适可而止 裴奸也笑了起来 她一笑就露出本相 三分懒散 六分随意 还有一分冷傲 你怎么就知道 乐乐爸妈普通 我就不会喜欢她呢 我还真的就希望她普通一点 这样我也好追一点 给我一点砸钱的机会 而不是随时害怕 被这个临安集团的千金用钱砸死 此话一出 大家都愣了一下 露露最先回过神 什么千金 什么意思 裴奸说 就是你震惊的那个意思 彭焕整个人都呆住 面色复杂看着我 她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又没说出口 那短短一瞬 我在她眼里看到了后悔 震惊 不安 各种复杂的情绪 她瞠目半赏 狠低说了一声不可能 而刚刚出去的李晶 也正好回来了 她手里扶着我妈 旁边站着我爸 我爸手里端着酒杯 笑吟吟走过来 向导员和同学们敬酒 说感谢在学校里 对我的诸多照顾 我爸妈和老师去寒暄去了 其他的同学都好奇地看着我 这时李晶逝时笑吟吟道 多亏那天乐乐地引荐 我才赶上了招聘的末班车 对了 那天那个明天 我看到你还有一张扔了 我淡淡笑 嗯 本来还准备了一张 但是那天想见的人没空 彭焕猛然向前走了一步 但他的胳膊被孙雅琪死死抓住 我的身份揭穿后 大家都有点善善 为了缓和气氛 一个坐在孙雅琪旁边的同学道 没想到乐乐这么低调啊 是啊 真是没想到 之前学校那些风言风语 真是无耻 说什么 人家被抛弃被包养的 还有人说 乐乐为了保持体面 偷拿包包呢 一个之前抱不平的同学 帮忙火上浇油 乐乐这时 就像抓到了什么辫子 支冷起来了 其他可能是假的 但这件事可不见得是假的 他站起来 指着孙雅琪放在桌子上的包包 这个包包之前是雅琪的 后来你们是不是看到林月 也背过差不多的 孙雅琪面色有点僵硬 伸手扯了扯路道 这时候你还要忍着他吗 你忘了我这学期搬进来后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了 他那么欺负你 你还忍着呢 李京差点笑出来 露露 你在学校外面住了三年 你怎么就知道 那包是孙雅琪的 而不是林月的 露露呆了一下 怎么可能 孙雅琪家里那么有钱 肯定不会撒谎 李京吃笑 有钱就不会撒谎 那现在的首富肯定是圣人了 拜托你有点脑子好不? 露露 转头向孙雅琪求助 齐齐 你说 我刚刚说的对不对? 孙雅琪快被猪队友气死了 还强撑着不肯认输 这个包包是我买的 他含糊其词 这个肯定是他买的 但是是什么时候买的? 哪里买的? 这里面的差别就大了 露露立刻昂首 就是林月 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 就指你买得起 齐齐 你跟她说 你在哪里买的? 孙雅琪咬牙低声 你别说了 咱有理 为啥不说? 露露看起来自信极了 这个包包是齐齐买的 用了很久了 这个上面的痕迹 就是一个同学忽然发现什么 等等 这不是之前月月和我在画室弄的涂料吗? 我想起了这个 是月月之前背的那个包 我记得是她阿玛送她的 另一个同学很配合这几个朋友 其实之前早就看不惯孙雅琪很久了 这回知道我要来 事先只是简单聊了一下 就很自然帮忙下场了 我知道啊 乐乐上回不是说东西太多了 毕业前后在二手网处理了好多吗? 你们是说 这个包包是所有人都转头 去看孙雅琪 孙雅琪脸红一阵白一阵 我先去个洗手间 结果她刚刚走了一步 呼听撕了一声 好像什么滑破了 大家转过头去 竟然看到孙雅琪的裙子上的商标挂在了椅子缝上 这一下 衣服和商标都扯掉了 一瞬间 孙雅琪的面色大变 新衣服不扯商标 明眼人都知道是为了什么 但现在她的如意算盘碎了 也根本没法去退货了 等孙雅琪走出包间 露露也跟着站了起来 我本来以为她要去安慰孙雅琪 没想到她竟然走到了我面前 她笑眯眯递给我一杯饮料 压低了声音乐 之前我们可能有点误会 但是我早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平日和孙雅琪接触还是为了帮你找公道 刚刚你看我 我看着她手上的杯子 没有接 露露 你这么说 你的朋友她知道吗 露露笑了笑 她那样一身的假货 虚荣又势利 怎么配做我的朋友 裴奸看了她一眼 我觉得挺配的 这张独嘴真是生得巧 同学们已经都拥过来 纷纷寒暄 露露被挤了出去 看完了这场戏也差不多了 我假装口渴 让裴奸提醒我爸妈差不多了 裴奸刚刚走 没想到彭焕就来了 她神色复杂看着我 月月 她是你男朋友吗 你觉得呢 彭焕自嘲般笑了一下 她一定出身很好 她的言下之意昭然若揭 我看着她这个相处了三年的男人 那张看似高傲的脸后 早已布满了试快的算计 不 她出身很一般 读书还是靠自己挣的生活费 我向她说 她母亲走得早 跟着父亲长大 父亲忙于工作 经常顾不上她 着急了就给一顿打 小时候 她和我一个学校 经常抢我 带着蛋糕餐饭吃 彭焕神色微动 起先我很生气 就带着我阿爸阿妈 上门去找她 结果看见她大冬天 穿着毛衣 在家煮面条 我妈说 没妈的孩子可怜 就会读书 让我多带些东西 她这样的出身 你觉得和你比如何 冯焕仿佛找到了自信 月月 其实之前 我和孙雅琪的事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和你不一样 她老是哭 什么都不会 也不像你那么坚强 我就是可怜她 可怜到床上去 我看着她的眼睛 我哭的时候 我不找你 是怕你担心 我从学校二楼摔下来 自己去的校医院 那晚你说你自习 孙雅琪那天 也不在 那天是她生日 你们就是从那天 开始在一起的吧 彭焕涅如 我那天喝了酒 你又一直不同意 我一时糊涂 才我抬手示意她停下 得了 你们的事情 我现在不感兴趣 乐乐 彭焕一下着急 我们三年的感情 难道还比不过 一个穷小子吗 他是长得好看一点 但是月月你想想 我们三年你再给我一次 我只觉无比恶心 就在这时 一只手端着杯子 放在了我面前 使陪肩 他恰到好处挤进来 让彭焕退了好几步 不好意思 我的位置 彭焕欲言又止 而就在这时 孙雅琪来了 站在门口 彭焕 你走不走 彭焕簇眉回头 眼底带着不耐 孙雅琪恼羞成怒 不是说好今天产检吗 你还去不去 这个重磅炸弹一出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们出去的时候 孙雅琪和彭焕 已经下了楼 他脸色难看 明明知道 我和裴奸走在后面 还故意大声道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一个傻也不是的小白脸 肤浅的人就喜欢这种 怎么你也想去当小白脸 彭焕听了 脊背瞬间挺直了一点 裴奸将头靠向我一点 原来当初 你让你阿妈多给你带吃的是为了我 我将他脸推开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前面的人仍在继续叽叽咕咕 内含声音不大不小 刚刚好 我们听见 就在这时 只看彭焕的分公司老总走来 彭焕立刻脸上调整好表情 微笑叫了一声孙总好 叫完还看了一眼孙雅琪 孙雅琪脸色有些不自然 孙总敷眼向他一点头 然后迅速向裴奸走来 孙总热情地打招呼后 前面的彭焕呆若目击 动也不动了 而孙雅琪的表情更是精彩 他张大了嘴巴 裴佩 你是天圣集团的小裴总 不可能 不可能 裴奸气定神闲 缓缓点头 然后又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对了 有件事差点忘了跟你说 孙雅琪是吧 当初你爸因为偷窃放出来找不到工作 后来突然被天圣集团下面的公司招为搬车司机 这份工作他顿了顿 卖了个关子 就是你这个大冤种是有打电话请我帮忙的 不然你以为天上怎么会突然掉 工作下来这几年 他又怎么可能升为司机组长 孙雅琪微微张大了嘴巴 彭焕表情同样震惊 他今天看来受了不小刺激 你爸不是孙总吗 怎么是司机组长 你不是说你爸是里面的高管吗 孙雅琪麻木扯了扯自己的裙子 里面的丝袜还是露出一道滑丝 他们在前 我们走到了楼下 孙雅琪的脸已经炯得发红 彭焕几番要走 被他死死拉住 而就在这时 孙司机开着裴奸家那辆麦巴赫过来了 两个看热闹下来的同学在一旁叫道 哟 孙雅琪 这就是你说的麦巴赫呀 孙雅琪一跺脚 直接跑了 跑出几步 看到彭焕没动 他又跑回来 拖着彭焕一起 我差点笑出声来 身后的裴奸伸手捏我的脸 笑什么 我转头瞪他 我笑你好无聊 手上大把事情不做 来做这些小女生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些都是你安排的吧 裴奸的手指在我微摇的耳环上点了一点 小事 这可不是小事 好不容易找到了献殷勤的机会 这回我已经要好好抓住 这话意味深长 我不由脸上一热 什么意思 你知道的 我摇头 装傻 无视献殷勤 非奸吉道 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 答对了 就是个道 不过是偷你的心 咦 我拉长了声音 好油腻 但是该死的还有点心动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家规第一条 林府儿媳要具备三从四得的美好品质 婚后相夫教子 不得忤逆少爷 家规第二条 君子远 刨除男人进厨房 会影响家族运势 林家儿媳必须有一手好厨艺 让所有人满意 家规第三条 每餐按营养比例表搭配 牛羊猪肉都要有餐标十五元 超出部分儿媳自行承担 家规第四条 儿媳于四比三十起床做饭 少爷于七比三十就餐 我看着荒谬的林府家规 不禁吃笑出声 抬手就将几叶破纸 甩到了老妖婆脸上 大妈二十一世纪了 大清早亡了 带着你的锅灶滚一边去吧 大家好 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 菲菲 今天这个男生条件不错 你必须得去 要是不去 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看见我妈给我发的消息 我任命班长叹了一口气 我叫叶飞 二十八岁 未婚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大概就是我那相亲对象的母亲 很快就像是确认了什么 她朝着我招了招手 你是叶飞 我点点头 您是 我是志诚母亲 想必您已经跟她聊过了 我今天来就是替我儿子把把关 毕竟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怕碰上那不三不四的女人 把我儿子带坏了 你应该理解我吧 文言 我重新审视了她一眼 虽然衣着打扮端庄 但都是便宜货 八字还没一撇就跟我拿枪拿掉的 眼里刁钻的神情更让我确信 这家伙来者不善 我乖巧一笑 坐到了对面 阿姨 您儿子今年多大了 做什么工作的 我问她什么她都不说 天要等您有时间了再见面 她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 高高在上地说道 没大没小 长辈还没说话 你倒是先知问起来了 阿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想先喝口水吧 她打断我 接着说道 虽然你还不是我林府的儿媳 但我也不会亏待你 我看着眼前的白开水 强压怒火 淡然道 谢谢阿姨 我不可 她似是对我恭敬的态度很满意 进而说道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们林府这样的门地 不是一般人想进就能进的 先说说你之前谈过恋爱吗 无语 当自己是古时候的老太君 林家就林家 啥经济实力 还林府 真不怕人笑掉大牙 谈过我达道 得到这个答案 她显然很不满意 撇了铁嘴道 小姑娘家家的怎么能这样啊 我家志诚就只结过一次婚 男女是不一样的 冲着一点 你就配不上我家志诚 什么东西 我有点质疑自己的耳朵 天呐 这是碰上奇葩中的战斗机了 还是个玩男尊女卑的封建余孽呢 我看你眼睛下面都有皱纹了 你今年多大了 老妖婆又接着发问 阿姨 我今年二十八 哎呦 那岁数不小了 我儿子才三十 男人三十一枝花 正是迷人的时候 女人可就不行了 奔三了 那都人老珠黄了 哦 你儿子都三十了 我还以为是阳光开朗男大学生呢 可能是听出了我言语中的讽刺 他立刻瞪圆了眼睛 你什么意思 我憋着笑 没什么意思 挺好的 这还差不多 我儿子那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男人 从小就有一堆的女孩追 我儿子都瞧不上他 讲起儿子洋洋得意 滔滔不绝 我就笑笑不说话 好一会儿他回归正题 虽然你年纪有点配不上我儿子 但是找儿媳妇要综合考量 你做什么工作的 工资多少 我在一家私企做会计工作 月薪一万五左右 他表现得十分惊讶 你没有编制啊 你不会一家都没有编制吧 我家智诚可是国企的 虽然一个月工资三千 但这是铁饭碗 私企就算工资再高也没用 终归是靠不住 以后失业了 只能做个全职太太 是要靠我家智诚养的 那就得听管教 做好自己该做的 我心中暗自咋舌 原来他也知道他儿子工资低呀 就只会拿铁饭碗说事 阿姨放心 我爸妈过两年就都有退休金了 而且我自己也会挣钱 不用您宝贝儿子养 我耐心跟老妖婆解释 老妖婆却不当回事 打断我道 不过听你妈说 你会做饭对吧 他推了推眼镜 一脸期待地问道 我点点头 他脸上才有了点像模样 然后接着问道 你都会什么菜系啊 川菜 月菜 卤菜 都会吗 你得换着花样做 要不然我儿子会吃腻的 你公公有三高 他的饮食尤其要注意 你就按照食谱上的做就行了 说了这么久 我喉咙都干了 来 你自己看吧 我刚想说话 他就从包里拿出了一打四指 递到了我面前 上面四个大字 林府家规 哇屋 我都被震惊到了 啥年代了 相亲还讲家规 老妖婆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盛气凌人道 看你恭敬 你那些缺点 我就不在意了 这家规上面的每一条 你要是都能做到的话 我就允许你做我们林府的儿媳妇 他多冒昧 真是一点不把我当人 是来给他们一家子找保姆的 我这暴脾气 要不相亲失败 我妈唠叨我 就她这样的 我早把桌陷了 奈何家 有本难念的经 为了不被我妈扫地出门 我只好继续配合 我的笑都僵在脸上了 现在表情估计比哭都难看 我拿起那打纸 一页一页地翻看起来 林府家规第一条 林府儿媳要具备三从四德的美好品质 婚后相夫教子 不得忤逆少爷 家规第二条 君子远 刨除男人进厨房 会影响家族运势 林家儿媳必须有一手好厨艺 让所有人满意 家规第三条 每餐按营养比例表搭配 牛羊猪肉都要有餐标十五元 超出部分儿媳自行承担 家规第四条 儿媳于四比三十起床做饭 少爷于七比三十就餐 还有更离谱的 林府儿媳三公里内必须不行 五公里外可成交通工具 十公里外可开车 还得通过公共的允许 我后曹牙都快要咬碎了 用力将破家规拍到了桌上 见我突然有了这么大动作 老妖婆全身一震 看向我 如果眼神能杀人 那她现在已经被碎尸万段了 只可惜这老妖婆没有眼力 只能看到我僵着的嘴角 竟丝毫没有察觉我冲天的怒火 她嫌弃地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道 怪不得二十八岁没人要呢 姑娘家最重要的就是斯文有理 要时时刻刻注意行为举止 个屁 你在这找免费仆人呢 真当自己是古时候的少爷奶奶了 忍一时乳腺堵塞 退一步天理不容 我冲着老妖婆就是一顿输出 林府的 林府在哪呢 多大面积呀 有没有后花园呢 就你儿子那一个月三千块钱的工资 还林府没流落街头就不错了 没钱还那么多要求 想找个儿媳妇给你们当牛做马 装什么大尾巴狼 你是给林家当了一辈子奴隶 老了想找个人接替你 你怎么那么恶毒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感觉眼珠子下一秒都要夺矿而出了 刚想说什么 手机消息提示音就响了起来 她翘起兰花纸 在手机屏幕上点了点后 脸上绽放出笑容 咖啡店的门被打开 一个西装革履大背头的肥胖男人走了进来 四下打量着老妖婆 连忙举起手招呼起来 儿子妈妈在这 快过来 原来这就是那个顶级妈宝男龄志成 她听到招呼后 便朝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第一眼就看见了我 紧接着羞涩一笑 挠着后脑勺撇开了视线 看向了老妖婆 别看她穿了人五人六的 像上个年代香港大哥似的 但眼睛里还保留着清澈的愚蠢 跟她油腻的外表完全不相符 儿子下班了 累不累啊 吃饭了吗 老妖婆上来就是一阵嘘寒问暖 全然忘了刚才自己被我气得半死 也不等她宝贝儿子回答 张口就点了五个巧克力蛋糕 五个红丝绒蛋糕 五杯奶茶 我和服务员都惊呆了 不过看了看衬衫扣子都扣不上的肥腻林志成 我们又都理解了 林志成风卷残云 那小蛋糕一口一个奶茶一口一杯 还不忘跟老妖婆说 妈 你也吃 老妖婆一边帮她拍后背 怕她噎到 一边乐呵呵地说 我儿子可真孝顺 妈不吃 你多吃点 我儿子饿瘦了 妈心疼 酒足饭饱 林志成这才突然想起了我 她在老妖婆耳边问 妈 这就是我的相亲对象 虽然她已经压低了声音 但胖子嗓门一贯大 再加上我从小听力好 所以听得清清楚楚 老妖婆点点头 跟她说起了我的不好 她都二十八了 没人要的老姑娘 还没有个编制 而且没有礼貌 家教不行 竟敢对我出言不逊 妈觉得不太配得上你 文言 林志成眉头拧坐一团 拉着老妖婆的袖子来叽叽殃求道 可是妈 她长得好看 我喜欢 你一定要帮我把她娶回家好不好吗 老妖婆被磨得没有办法 宠溺地捏了一下林志成的胖脸 十分温柔地说道 好 能嫁到咱们林府 那是她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既然你喜欢 那妈跟她说一声 准保就成了 林志成立刻眉开眼笑 抱着老妖婆的胳膊 笑嘻嘻撒娇道 妈对我最好了 这一出母慈子笑 简直令人作呕 察觉到我怪异的表情 老妖婆不满地称怪道 你这什么表情 被我儿子的魅力迷到了吧 我儿子是不是风流倜傥 依表人才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真没忍住 阴阳怪气地笑出了声 这对奇葩母子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 我妈也不是来让我相亲的 我得好好想想 是不是哪里又惹她生气了 这是要给我上行啊 令狼果然是风度翩翩气宇轩 不好意思 我刚才不小心吃了口苍蝇 有点反胃 您先伺候着少爷 我先走一步 说完我拿起包就要逃之夭夭 真是的 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喂 你给我站住 老妖婆尖声尖气喊了一声 一瞬间店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靠 她有病会射死的好吗 你这丫头骗子 有没有点教养啊 男人还是没说走呢 你就敢先走了 你经过我儿子同意了吗 笑话 我转过身 目光一顺不顺地直视着老妖婆 没好气地反问道 腿长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走就走 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依照你那强盗逻辑 我呼吸空气 是不是还得跟你儿子抱贝一生 不可理喻 老妖婆先是被我气得一愣 很快就像是看穿我什么了似的 又重新把自己高高架起 我知道不就是见我对你不太满意 你觉得嫁进我们灵府希望渺茫 所以不高兴了吗 告诉你 我儿子刚才跟我说了 看在你有几分姿色的份上 愿意让你进灵府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好好学学 我是怎么伺候我儿子的 你以后嫁进来也要尽心尽力地伺候 知道吗 我深呼吸一口气 双手还胸 忍无可忍 无须再忍 老虎不发威 他们当我是忍者神龟 好好好 平头老百姓喜欢演名门 是吧 那我就陪他们演 反正来都来了 就当是斗狗完了 哎呦 大少爷看上我了 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呢 我洋装激动 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灵府一听就很有牌面 少爷又长得这么壮实 要是真能嫁进这样的灵府 简直就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两个人都愣了愣 下一秒 林志成就喜笑颜开 跟老妖婆说 妈 她不是挺好的吗 哪有你说得那么没礼貌 老妖婆也被我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态度整得一愣 最后将功劳归结于自己儿子 那还不是你的魅力把它给折服了 林志成显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老妖婆看向我 语气好了一些 还挺有自知之明 既然如此 你就得熟记我灵府家规 做一个称职的儿媳妇 彩礼就别要了 女人不能太物质 等你到了灵府 我们自然不会少你的 今天就先到这吧 我儿子也累了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 你们结婚的时间 婚礼就别办了 铺张浪费 不是我灵府的家风 我找人给你们算个良辰吉日 你们领个正得了 说罢他们就要走 这老妖婆贬低碗我就想走 我怎么可能放他们走 等一下 我还有点是不明白 想请教一下阿姨和少爷 老妖婆眼神犀利地审视我一眼 什么事啊 少爷 听说你今年三十还结过一次婚是吗 我看向林志成 一脸天真的发问 哎 哪里轮得着你老妖婆刚想发颠 就被林志成拦住了 重规重矩地回答 我是结过一次婚 能嫁进你们灵府 想必是温良恭俭 才貌过人 那为什么离婚呢 我接着问道 因为他跟我结婚一年 都没能给我家生下一儿半女 传宗接代 我林家八代单传 绝不能在我这断了香火 等咱俩结婚了 两年生三个就行 不光传宗接代 还能儿女双全 死胖子边说边乐 好像已经看到成群儿女 膝下成欢的样子了 本就不大的眼睛 此时被挤出了一条缝 脸上的横肉 都跟着一颤一颤的 仿佛下一秒 就要流出腻乎乎的油来 老妖婆跟她儿子心有灵犀 也笑嘻嘻地说 就是 这才是我林府儿媳该有的样子 不能下蛋的鸡 我要她干什么 你可得给我争点气 我冷哼一声 对这妈宝男的前妻身表同情 好好的一个姑娘 怎么就瞎了眼嫁给她了 我点着头 身表赞同地附和道 是啊是啊 我最喜欢小孩子了 我虽然是个女人 不能给家里传宗接代 但我也想 世界上能多几个我的血脉至亲 两年生仨怎么够呢 我要打针怀双胞胎 两年我就能生四个 见我这么说 他们两个都笑得合不拢嘴 直夸我懂事 只不过生孩子 那是两个人的事情 别把锅都甩到人家身上 你看看 你儿子胖的 说不定就是你儿子的问题呢 我声音也不小 煞时间引起了店里人的注意 众人全都朝林志成看了过去 随后开始议论纷纷 妈妈 那个叔叔真的好胖啊 他是因为胖 所以没有小宝宝吗 虚 别瞎说 女孩妈妈赶紧捂住了他的嘴 另一桌一个人低声说道 我就是学医的 过于肥胖 是真的会影响他那个前妻 还给他背锅 真是惨哦 闭嘴 都给我闭嘴 老妖婆被气得大喘气 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你个小贱蹄子 你没安好心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是诚心造谣 来让我儿子出丑的 我装出了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抱住自己 查理扎气地说道 哎呦 阿姨 您别冲我呀 我就是实话实说 你想证明的话 带着你儿子去查查不就好了 老妖婆胸腔剧烈起伏 气得两眼通红 咬牙切齿道 我临府的名声 可不能让你毁了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说着 他就冲上来要动手 那个妈宝男 只知道站在一边看着 跟个二愣子似的 一动不敢动 虽然他来势汹汹 但化解这种小危机 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张开双手 无所畏惧 来 你来 你敢碰我 我就敢躺下 就你儿子那三千块钱的工资 我不把你讹到倾家荡产 算我这二十八年白活 你你你你 老妖婆被我气得 拿出了泼妇必杀计 一屁股坐到地上 一边拍大腿 一边哭喊道 哎呦 这个小贱人 你工作不怎么样 还没有编制 这样我儿子都没嫌弃你 你现在却倒打一耙地 造谣我儿子不能生 我邻家的名声可算是毁了 这可让我怎么活呀 我 哎呦喂 我一拍大腿也坐到了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哭啼啼道 没天理了 我三岁没了爹 五岁没了娘 从小跟八十岁的爷爷相依为命长大 每天就给人家刷盘子洗衣服挣钱 一分一分挣的都是辛苦钱了 阿姨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你就不怕我九泉之下的父母恨上你吗 对不起了 爸妈 我回去再给你们赔罪 闺女碰上这么个胡搅蛮缠的东西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我这一波卖惨 可以说是效果显着 众人纷纷开始为我说话 指责老妖婆心肠狠毒 这姑娘的命竟然这么苦 你这老太太不心疼她就算了 怎么能欺负人家呢 还有一些人直接拿出手机 将这一切都录了下来 这视频要是流出去 他们在这片真就没法混了 老妖婆彻底被我干破防了 慌张地解释 不是她爸妈根本没死 她是在骗你们呢 别狡辩了 一个大哥仗义直言 我在这听了半天了 是怎么回事我都清楚 我要是你现在立马就滚出去 真不嫌丢人 大哥一边说 一边将我扶起来 安慰我道 妹子 有啥委屈你就说 大家伙一起替你做主 我当着他们娘俩的面 将桌上的林府家规扔到了窗外 白花花的纸 洋洋洒洒地飘在空中 最终坠落在淤泥之中 大清早亡了 带着你的锅灶 滚吧 众人为我助威呐喊 扔得好 就该这么办 见势头不对 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 老妖婆这才拉着她儿子 兴兴地走了 临走时还瞪了我一眼 这糟心事终于解决完了 我跟大家表示 我很好 让大家都算了 视频也不要发出去了 毕竟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们萍水相逢 没必要把事情闹大 我回家后 我妈一见到我就满怀期待地跑上来问相亲怎么样 有没有成功 我将事情经过都跟我妈讲了一遍 把我妈也气得直跺脚 这什么狗东西 敢这么欺负我闺女 我这就找她算账去 看我不打的她跪地求饶 我妈也是个暴脾气 拿着菜刀就要往外冲 我急忙抱住我妈的腰 跟她说 事情已经解决了 跟这种人渣生气也不值得 我妈这才老实放弃 我本以为这件事真的就这么过去了 我跟那对母子这辈子也不会再见面了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竟然又十分晦气地撞到了一起 起初我是在林志诚的朋友圈里发现了一张全家符 上面分别是林志诚 林志诚爸妈 还有一个站在林志诚旁边的女孩 看起来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四个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 林志诚一家子都肥头大耳 红光满面 只有那个女孩面黄肌瘦 眼里都是委屈和害怕 我退出照片 就见文案写着幸福一家人 感谢我妈给我找了个这么听话的老婆 我暗中怀疑 这女孩不会是他们拐来的吧 娶了人家 还不给人家吃饱饭 简直猪狗不如 爸 光是一张照片对我的伤害就好大 于是关掉手机 驾车去医院 给我妈取体检报告 刚进医院的大门 座椅上的三个人 吸引了我的眼球 只见林志诚跟那个老妖婆坐在椅子上 满脸的暴躁不耐烦 而照片中的那个女孩 正跪在地上给林志诚磕头 通过背影就看得出 那个女孩比照片里还要瘦弱 这对狗母子都不给人吃饭的吗 许是女孩不小心磕到了林志诚 她竟当中一脚踹中了女孩心口窝 她这一脚卯足了劲 女孩直接飞出了一米多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你个废物 骨头怎么那么硬 磕得本少爷脚疼 我妈说得对 你就不是那有福的人 你克服 要不然我能没儿子吗 你就在这给我反省 不许吃饭 我跟我妈吃完饭回来 要是发现你偷吃 你看我不打死你 横眉立目地耍了横后 他们两个才走了 嘶 看得我拳头都硬了 女孩从地上起来 捂着胸口坐到了椅子上 孱弱的背影 让我看了都心疼 那对母子什么样 我是很清楚的 就她这逆来顺受的样子 早晚是要被欺负死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 于是走过去想帮帮她 我坐到她旁边 就看她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怎么擦都擦不完 看着她这副样子 我还是有点纠结的 毕竟是别人家的事情 不是那么好管的 稍有不慎 就会引火上身 但是就这么走了 我又实在良心难安 于是我盯着她看了一会 最终竟在她的看中看到了一抹不易被察觉的不服输的色彩 这令我大为振奋 也做了最终的决定 小妹妹 你今年多大 面对我的突然发问 她有些迟疑 左右看了看 发现没有别人 才确定我是在跟她说话 十八 我有点惊讶 她竟然才十八岁 林志成 禽兽不如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 我接着问道 刚才那对母子是你什么人呢 提到那两个人 女孩垂了垂眸 一颗颗晶莹的泪珠再次夺矿而出 女孩 是我丈夫和婆婆 我 她们对你不好吗 女孩 她们 这女孩也是聪明人 什么都没说呢 就话锋一转问我道 你认识她们吗 姐姐认识 我公认不讳 她们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 嫁到她们家你一定受了不少的委屈 你这么年轻漂亮 找什么样的 找不到啊 告诉姐姐 是不是她骗了你 你们来医院又是做什么 全都告诉我 姐姐帮你 我跟她说了很多 随着我们慢慢熟络起来 她对我放下了戒备 终于把事情全都跟我合盘托出 原来嫁给林志诚并不是她的本意 是她家里穷 爸爸生病没有前置 林家趁人之危 花五万的彩礼钱将她买了回去 她妈妈收了钱 让她去林家跟林志诚好好过日子 她想为家里分忧 所以也算是情愿地嫁过去了 十八岁开始伺候她们一家老小 起初林志诚带她还说得过去 但嫁不住那个老妖婆做妖 觉得林志诚娶了媳妇忘了娘 说女孩带坏了她儿子 于是使了一套连缓苦肉气 林志诚这个大妈宝怎么受得了 于是对她妈听之认知 经常鸡蛋里挑骨头找女孩的叉 罚她不许吃饭 她要是敢反抗 就会被绳子捆住 扔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去 她也想过逃跑 但是家里不敢要她 她没地方去 只好一直忍气吞声 来医院是因为她到林家两个月以来 没有任何反应 不能给林家续上香火 女孩的检查结果 昨天就出来了 没有问题 老妖婆经过了一夜的思想斗争 才终于下定决心来给她儿子查 说话间就听广播叫林志诚家属 我跟女孩一起取了报告 报告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由于过度肥胖 身体内储存了大量脂肪 导致激素代谢异常 影响了质量 造成不育 看了报告的我心情舒畅 可是一旁的女孩却还是愁眉不展 无论是我们谁的问题 最终都要我来承担 是啊 林家那种奉行强盗逻辑的家庭 怎么可能会因为问题不在女孩身上就放过她呢 他们不仅不会觉得愧对女孩 反而会将所有的错都推到女孩身上 我仿佛已经看到她悲惨的后半生了 我收起笑容 严肃地问道 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女孩叹了口气 深深地垂下了头 还能怎么办 我都被卖到她家了 只能认命了 你想认命吗 不想啊 女孩抬眸看向我 眼中尽是不甘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 我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我有 大家有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他们就会像秋后的蚂蚱一样 嚣张不了多久了 闻言 女孩的眼里重新亮起了光 恳切地问道 我该怎么做 我灵机一动 想起两个月前的那场闹剧 那就顾忌重施呗 我与女孩商量了一番 确定了计划 万事俱备 就等他们一起回家了 没过多久 那对母子回来了 看了报告之后 脸色轻一阵子一阵 弯了女孩好几眼 最后可能觉得在这打骂女孩撒气 实在丢不起那个人 于是拽着女孩的领子 就走出了医院 我拿着录像的手机 一路跟了出去 林志诚走得很快 女孩被他连拖带拽才勉强跟上 直到一个没什么人的胡同 林志诚才终于绷不住了 不由分说得对 女孩一阵拳打脚踢 女孩痛苦闷哼 还不忘大声喊着 是你自己有问题 你凭什么拿我撒气啊 我才十八岁就嫁到你们家 你们不给我吃饭 还总让我跪着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因为你自己的问题 打我 这世上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法 老妖婆一把薅起女孩的头发 呲牙咧嘴埋怨道 你是第一天进林府 第一天认识我吗 我告诉你 在林府我儿子就是王法 打你还不是因为你是个扫把星 怎么你来之前 没人说我儿子不能生 你才嫁进来两个月 我儿子就不能生育 你就是客夫 一个赔钱货 女孩也是个要强的 挨了那么多拳脚 又被这么羞辱 眼泪硬是一滴霉掉 还大喊着道 婆婆嫁进林家两个月 我恪守林府家规 车不敢坐 饭不敢吃 尽心尽力地伺候一家子 求求您别打我了 也别再把我绑起来 关陛下室里 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 我按下暂停键 从墙后面走了出去 喂 干嘛呢 光天化日之下 当街欺负小姑娘 你就不怕蹲大雨 林志成和老妖婆都被吓了一跳 本能地后退了几步 待看清 是我才放松下来 原来是你 你来这干什么 怎么没嫁进林府 后悔了 我轻叹了口气 是啊 太后悔了 后悔没早点发现 你们禽兽不如 后悔没能早点收拾 你们两人迟一片刻 相视一眼 老妖婆警惕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看了看新作的美甲 若无其事地说道 报告单我拍下来了 刚才你们的所作所为和他说的话 我也都录下来了 你说我什么意思 文言 老妖婆的瞳孔都不由地震展 不等脑子反应 腿就已经快步朝我逼近 伸手就要抢走我的手机 抑郁销毁证据 你抢走也没有 我已经上传到云端了 什么时候都早得回来 我玩耳一笑 老妖婆 你知不知道 这个视频如果流出去 你儿子是要蹲监狱的 这是我第一次 从老妖婆的脸上看到害怕 她的嘴唇都在颤抖 大孝子林志成见自己老妈被欺负 撸起袖子 气势汹汹地 就朝我走来 挥起拳头 就要打我 老妖婆见此赶紧拦住她 儿子 你别管 这件事 妈来解决 林志成眉好眼地瞪了我一下 然后退到了后面去 老妖婆语气彻底软了下来 菲菲 你既然没有直接报警 那就直说吧 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做 才能保守秘密 我满意地笑了笑 这老妖婆还算聪明 既然你都这么问了 我就有话直说了 你们家不是有个什么林府家规吗 不如后半辈子你就按照家规上说的伺候那女孩 你们所有人的工资和退休金都要交到她手上 任她支配 你每天负责给她洗衣做饭 让她回学校去读书 等到她大学毕业再给她找个工作 怎么样 我会不定时地去看她 如果让我发现你说话不算数 我就立马报警 老妖婆愿读地看了我一眼 似是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好 我答应你 别报警就行 我心满意足地跟女孩交代了几句 加上了联系方式 告诉她 只要有人欺负她 就给我打电话 女孩连连点头 不停地谢我 姐姐 你的大恩大德我怎么才能报啊 不用你报 我帮她理了理头发 你就好好读书 千万不要被他们影响 以后自己挣钱独立就再没人敢欺负你了 我深知林家的承诺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我也没想着女孩能一辈子靠林家生活 只希望她能要强 勤勉刻苦 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 将人生真正地掌握到自己的手里 自那之后 我隔三差五就会到林家去 林志诚整天工作 平时也不再那么回家 老妖婆虽然心有怨恨 但是为了她儿子 她都忍着女孩的后勤 她做得不错 女孩重新念了高中 没有了后顾之忧 她学习一马当先 最终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一所重点的一本大学 成为了教书育人的老师 在这几年里 我也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她爱护我 尊重我 我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女孩生活稳定后 我把当年的视频和照片都发给她了 最终要怎么做的决定权在她的手里 不过听说她并没有报复 而是已直抱怨 跟林家彻底断了联系 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美好生活 全聚完 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二个故事 我的婚姻结束于一场葬礼 我老公舅舅的葬礼 因为我有事没去 所以她妈觉得我不笑 她那个妈宝南跟着她妈一起质问我 连我家这边亲戚的葬礼你都不去 将来我爸妈还能指望你什么吗 我反问 你是马上就要死了吗 这么着急把孝心外包给我 陈瑶舅舅死时 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千计城出差 她一天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让我回家去参加她舅舅的葬礼 而这次出差决定我晋升与否 所以我并没有回 等我回来时 她舅舅的葬礼已经结束 她面色难看地找我发脾气 阴阳怪气说 雨暖在你心里 我的家人还比不上你那点工作上的破事 是吧 我用同样阴阳怪气的语调 喂 怎么你妈又给你下达了找我吵架的新任务 你来找我完成KPI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婆婆李立自从一年前退休后 没事干了 便给自己找了份新工作 做我与陈瑶的人生指挥官 大到催生二胎 小到家里的油瓶倒了水浮起来 必须得全面听她的 不然就在背后给我使半子 当然 在她的指挥里 陈瑶负责风流潇洒 我最好离职 负责他们全家的饮食起居 做个丫鬟 她刚退休便来了 我跟陈瑶的小家发的第一道指令 是要跟我们同住 她妈现在退休了 可以帮你们带孩子了 理由听似合情合理 但我们的女儿乐乐一直养在外婆家 两年多以前乐乐出生时 她以没退休为由拒绝帮我们带孩子 于是我妈提前退休 帮我们带了两家 离得近就一条街的距离 月月两岁后 因为我时常出差的缘故 她几乎是常住外婆家的状态了 我原本是不同意的 月月在外婆那里很适应 贸然换个人带 肯定会哭闹一段时间 但李莉在陈瑶那里 各种说 别人家都是奶奶带孙女 我们不给她带 让别人怎么看她 还说 若是我不乐意她跟我一起住 等月愿意让她带时 她就带回她自己家 甚至还说到了我妈那里 导致我妈来跟我说 孙女她家想带 就给她家带 我刚好可以休息了 陈瑶也来各种跟我分析 说我妈辛苦了两年多了 也该让我妈休息休息了 虽然李莉家离我家稍微远点 但也只有三条街的距离 我想着也行 那就让我妈轻松跳广场舞去松口了 结果只带了一个星期 就给送回去了 孩子谁带大的亲谁 月月每晚哭要外婆 那段时间刚好 我出差了 她半夜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办 我说陈瑶在家 你找陈瑶 她瑶瑶每天上班这么辛苦 带孩子的事怎么还能找她呢 我一脑门的黑线 合着就是你儿子上班辛苦 我上班是完了 瞬间我脾气上来了 孙女不是你自己要带的吗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火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一个小辈教你吗 她不管 她就找我 只找我 月月一哭就给我打电话 还质问我 好歹是你自己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这么狠心 她半夜哭你都不管吗 我她娘就大写了两个字 无语 挂了她电话 就给陈瑶打电话 让她自己去带娃 几次后 她心疼陈瑶 把月月又送回外婆家了 月月送回去后 李莉却没有回去的意思 我出差回来 她在家等着 我给她做饭 伺候她的原话 我们小区楼下 那家儿媳妇上班回来 自己带孩子做饭 特别能干 还十分孝顺公婆 做饭都是做公婆喜欢吃的 我寡妇真惨 那俩公婆也不是人 儿子都没了 不帮忙带一下孙子 还有脸吃儿媳妇做的饭 她急了 谁说她是寡妇的 我反问她 不是寡妇 她老公去哪里了 这要是老公还在 那还不如做个寡妇呢 她搁我这玩破呢 李莉剑破不了 我转头做起了演员 陈瑶回家 她扫地擦桌子做饭 哀声叹气 半可怜 陈瑶不在家 她抹布一扔 刁难我时 刁难出了老娘天下第一的架势 三句话不离别人家媳妇是怎么孝顺公婆的 奥斯卡欠她一座小金人 我也是到此时才看清楚了她的目的不是来给我们带孩子的而是来驯服我的在此之前我跟李莉不常打交道的缘故矛盾有但不明显最多就是逢年过节时我跟陈瑶一起回她家她老爱使唤我做饭洗碗之类的也爱用道德绑架那一套 试图道德绑架我 只要我去她家 她这里疼 那里也疼 浑身都是毛病 但我知人 只要我没有道德 就绑架不了我 她使唤我做饭洗碗 我转头 就使唤陈瑶去 她黑着脸将陈瑶赶出厨房 哪哪都不疼了 我也不拆穿 假装看不见 吃完饭坐一会儿就走 毕竟这是我跟陈瑶结婚时就已经说好的 我俩都是独生子女 婚前各自有房 虽然都是父母赞助了一些自己还贷款 但在云城这个不算大的小城市都过得还算惬意 应该也是这个缘故 在五年多前 我俩都才二十四岁 并不急着结婚的年纪 三个媒人三次给我介绍了同一个人 如此巧合 我以为是天定良缘 在我跟陈瑶第三次一起出来时 我决定给彼此一个机会 相处了近两年 觉得各方面都还算满意 就结婚了 问及彩礼时 我爸大手一挥 要什么彩礼 我家再给暖暖买台车 你家把瑶瑶那套房装修了就行了 暖暖自己有房 也不要求家暖暖的名字 唯一的要求是逢年过节两边都要去 不能只去一边 云城的彩礼不算低 大概是我家没要彩礼的缘故 李莉当时一口答应了 还说得十分好听 暖暖嫁到我家 就是我女儿了 这几年来 大家都在一个城市 上午在婆婆家 下午在我爸妈家 也是常态 可明明当时是李莉自己亲口答应的 结果我们结婚后 她时不时跟陈瑶抱怨 我们结婚后 她都没有一个完全属于她的儿子了 我就当没有听见陈瑶一般 也不会说到我面前来 主要是刚结婚那年 陈瑶嘴贱 忍不住跟我说了一嘴 开玩笑形式的 我也玩笑形式的给队回去了 怎么你还没有断奶吗? 后来陈瑶就再也没有跟我提过她妈说什么 偶尔周末的时候 李莉会来我们家过周末 两手一摊 跟个大爷似的 我去她家不做事 她来我家 也是我家的客人 我也就把她当客人带了 当然最初的时候 李莉也是想过 给我立规矩的 那是我们刚结婚不久的一个周末 我怀孕七个月 离职在家养胎 她来时刚好见到是陈瑶在做饭 促着没说 一个男人进厨房像什么样子 我脾气不算好 加上那时候怀孕 脾气更差 我强压着火气问男人 要怎么才像样子 她 瑶瑶上了一周的班 周末就该好好休息 你又没上班 给瑶瑶做顿饭能怎样 我看了眼我高高隆起的肚子 让一个快生的孕妇 给老公做饭 你要不要自己听听 你说的是人话吗 她不就是怀个孕吗 我当初怀瑶瑶的时候 也负责家里所有人一日三餐 瑶爸下班 什么也不用做 连饭都是我承到她手里的 自己的男人 自己不心疼 还指望别人心疼吗 我嘴角抽了抽 讽刺回去 恕我直言 这样的需要攻着的男人 我上一次见 还是在排位上 李莉 陈瑶 见我脾气上来了 赶忙过来打圆场 拉着李莉的手说 妈 暖暖怀孕呢 没怀孕的时候 暖暖也是做饭的 李莉才罢休了 但此后 我基本对她敬而远之 能不来往就不来往 谁知道李莉退休后 手伸这么长 试图管到我们这个小家头上来了 还要搬来跟我们同住 李莉来之前 我跟陈瑶是谁有空就谁做家务 我俩都在上班 都不算闲 李莉来之后 试图把家务变成我一个人的 当然没成功 她就自己象征性地包揽了家务 怎么个象征性法 陈瑶在家她各种做 陈瑶不在家 她指挥我做 还是没成功 因为我根本不搭理她 我也没时间搭理她 看见她烦 我干脆以看女儿的名义开始下班 直接回娘家 但她这个做法的效果十分显拙 陈瑶觉得李莉在我们家受了天大的委屈 再加上李莉时不时茶里茶气地问陈瑶 我是不是不喜欢她 她来之后 我都不怎么爱回家了 我心说你有毛病吧 谁上一天地搬回家 还愿意被人指挥着做这作呢 还要陪你上演宅斗戏 但陈瑶看不见 或者说她假装看不见 她妈在刁难我 我回娘家住了一个星期 陈瑶问到我这里来 还在说 那是我妈 你就不能让着点她吗 我懒得跟她吵 直接问你妈什么时候回去 陈瑶约了一会儿说 我妈也是好心啊 她现在退休了 想帮一帮我们 刚好我俩都上班挺忙的 回家有口热饭吃不好吗 我白了眼她 是你有口热饭吃吧 陈瑶 这事儿李莉还真干出来了 我为什么会回娘家 因为李莉所谓的给我们做饭是单单指陈瑶 没有我的那种 有天我加班 他俩把饭吃完了 什么也没有给我 剩下我回来 剩下我回来什么也没说 自己叫了份外卖 李莉还要故意在陈瑶那里演戏 暖暖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吃了呢 这外面的饭菜不干净 别吃了 我现在去帮你做 她说着还伸手 将我刚拿到的外卖给丢垃圾桶了 我那个火气直往头顶冒 忍了她数日 终于忍不住直接骂人了 你要真想做 会只做你跟陈瑶的 别在这里装行不行 李莉见我直接拆穿她 面子上过不去就开始哭 边哭边说 人老了不忠用 到处被人嫌弃 她一哭 陈瑶手忙脚乱安慰她 妈 你说什么话 暖暖 你也是 妈也是 好心把一个饥肠碌碌之人的食物扔进垃圾桶吗 我谢谢她祖宗八辈 我翻着白眼出门重新吃饭去了 我以为经这么一闹 我吃完饭回家的时候 李莉应该回自己家了 结果我回去的时候 李莉还在我家 陈瑶还在安慰她 所以我才第二天开始直接回娘家的 但陈瑶显然是背着我 答应了李莉可以常住在我家 她支支吾吾了半天 也没有跟我说李莉什么时候回去 我再问一次 她干脆先发致人发脾气了 你妈以前在我家住了两年 你怎么不说 我妈才住了一个月你就不乐意了 我 你脑子没问题吧 我妈当时住我们家 是为了带月月 陈瑶我妈现在也说了要帮我们带月月啊 是月月自己不要奶奶带我 态度强硬 你妈什么时候回去我就什么时候回去 她火气更大了 你就是故意针对我妈是吧 我以前倒是不知道她还是个帮妈不帮里的妈宝男 不 她连个妈宝男都算不上 人家妈宝男是真心疼自己的妈 但她不过是想李莉在家伺候她罢了 毕竟李莉来了之后 为了挤兑我 她再也不用干家务活了 回家就可以躺在沙发上打游戏 可喊一声妈 李莉能将水送到她手上 她只是享受李莉照顾她罢了 于是我摆烂说 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 陈瑶见我态度强硬 没几天把李莉给送回去了 只是从那以后她开始变了 时不时各因我一次 说是我将她妈给逼回去的 而李莉自从回去后就开始到处造谣 说我针对她 还到处说她出钱给儿子买的房子 她却连居住权都没有 别人租房出去 好歹还有租金呢 云城只有这么大 她说的多了 也就传到我耳朵里了 只要她不来 她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都当没听见 直到陈瑶被李莉指使着自己 跟我说起了这个事 跟我商量 要不还是让她妈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房子确实是她父母 以前出的首付 现在别人都看她笑话我 租金我是不会出的 你若是也这么想行 我的房子明天开始不出租了 我们搬过去 或者我自己以后直接回娘家住 我婚前的房子一直是出租的状态 补贴家用 李莉这架势就是摆明要入住我们家 我若松口 依照她想驯服我的想法 我以后的日子绝对鸡飞狗跳 肉眼可见的精彩 陈瑶见我给出建议 咕弄了一句 那样我不就算上门女婿了吗 后闭嘴了 可我低估了李莉要入住我们家的决心 不过三个月 她再次卷土重来了 这次的借口用得更好了 她生病了 要去医院检查 她家门口就是是医院 不选 非得选我们家门口的小医院 美其名曰不是什么大问题 去大医院太耗钱了 然后提着行李出现在了我们家 指明道姓要我陪她去医院看病 巧了 那段时间我工作更忙了 而陈瑶刚好还有年假没休 我看了眼陈瑶 提议让陈瑶休假陪她去 她急忙说瑶瑶现在工作也忙 休假不好 再说她一个大男人不方便 我扯了扯嘴角 我没空请不了嫁 那你叫公共请假陪你去吧 她 你那工作有这么重要的吗 连请假都请不了 你们还怎么生二胎呀 干脆辞了得了 原来是催生二胎来的 但我跟陈瑶在生完月月后 就打算不生了 所以生完月月后 我就上还了 为了断她以后 继续在我面前叨叨的念头 我直接说了不生也生不了 她知道后彻底爆发了 在家里撒泼打滚骂街 你这么做是要老陈家断后 你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天良 我冷静地反驳 怎么 月月不姓陈吗 她月月一个丫头 将来嫁人了 就是别人家的姑娘了 我瞬间黑了脸 李莉这次还连陈瑶一起骂上了 指着陈瑶的鼻子吼 连你也跟雨暖一起骗我说 什么是剖腹产 要三年之后才能再生 我若是不来问 你们是不是还要继续骗我 我猛地想起我生月时 她只是来医院看了我一眼 就已要上班为由回去了 我原本是不在意的 她也只是我婆婆 又不是我亲妈 加上她在我怀孕时 给我闹的那一出 我也不愿意她来我这里添堵 但现在想来 她当初急匆匆又回去了 是因为乐乐是个姑娘 她重男轻女罢了 我没听她骂完 直接出门左转回娘家了 过了两天 陈瑶来我娘家接我 隐晦地问我 能不能取还再生一个 约末时那两天 李立天在她耳边念 她也被念到出了其他念头 我说不深后 她竟回了我一句李立的经典名言 你是真要我陈家断后啊 这句话直接导致 我俩冷战了两个月 当初是我俩一致决定不生二胎的 现在她却给我来这么一句 而在我俩冷战的那两个月 李立开始着手给陈瑶相亲了 我为什么会知道 有认识的媒人问到我这里来了 问我跟陈瑶是不是吵架了 李立现在到处说 我跟陈瑶马上就要离婚了 让媒人帮她留意 有没有适合的姑娘介绍给陈瑶 我气得顾不上还在跟陈瑶冷战 质问陈瑶 她一口否认了没有的事 但紧接着又说 你也是 我妈就是想在我们这里养一段时间的病 偶尔让你搭把手 你不情愿就算了 还非要给她白脸色 我 呵呵 她那是让我搭把手吗 她是要我离职伺候她 陈瑶 我再说你是手断了吗 你妈生病了 你自己不去照顾她 却要我去滴滴带孝吗 陈瑶强词夺理 你这意思就是 在你心里 我妈跟你不是一家人 是吗 我反问 你对一家人的意思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需要我的时候 我们是一家人 不需要我的时候 对我横眉冷眼当丫鬟时 还谢谢我没有做丫鬟的理想 这样的家人 我要不起 但这次我跟陈瑶冷战了太久 我爸妈也看出我们有问题了 来问我情况 我爸 你跟瑶瑶吵架了 我一直认为 两个人过日子 如果没打算离婚 就不要把鸡毛蒜皮的小事 兜到豆子似的 道给各自的父母听 因为你 只是那么随口一说 但在你父母听来 你就是在婚姻里 受了天大的委屈 他们看你另一半的眼神 会随着你的倾诉 逐渐变样 所以 我并没有将 李莉干的那些 骚操作 说给我爸听 我若跟我爸说了 我爸只有一句话 回给我 离婚 我还不想离婚 月月才两岁多 我不想她变成 单亲家庭的孩子 陈瑶在 在李莉不来搅局的情况下 算一个合格的父亲 合格的丈夫 她会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我的生日 乐乐的喜好 乐乐刚出生时 李莉没来帮忙 她自己请假半个月 在医院照顾我 那时候 剖妇产是她在我身边 端式端尿过来的 所以后来在生活中 她时不时偷懒 想把家务全包给我 我也看心情做了 想着人无完人 总记得她的好 总记得她在大事上是不会含糊的 然我错了 真错了 她能在这件大事上不含糊 不一定会在另一件大事上 也不含糊 我俩的冷战结束于陈瑶跟我保证李莉以后不会再来我们家无理取闹 但我跟她回去后 无意间看见了她跟李莉未来得及删除的聊天记录 那份聊天记录里 全是陈瑶跟李莉吐槽我与她之间鸡毛日常的 大道是我坚决不同意生二胎的 小道今天的家务是她做的 她有点累 总之没有一句我的好话 李莉有来有往地回复 她以前就跟你说过 不要进厨房 家务不要伸手 一个男人在家就应该被老婆伺候着 不然娶老婆干嘛 好家伙 为了家庭和谐 我把我俩鸡毛的视权隐瞒了我父母 她转头把我俩的日常汇报给李莉 一瞬间 我有些明白李莉对我的敌意为什么这么浓了 我是有点冲动的本事在身上的 看到这聊天记录 当场就找陈瑶发火了 陈瑶看着我手上的聊天记录 惊慌了一瞬后倒打一耙 雨暖 我们之间还能不能有点信任了 你现在开始检查我手机是什么意思 我还真不是故意检查他手机的 是他自己上厕所忘了带手机 他同事打微信语音给他 他让我帮他接一下他同事的语音 电话刚挂断 李莉给他发信息过来了 那时我看着他恼羞成怒的神色 就在质疑我们这段婚姻 还有没有继续的必要了 尤其是记录里其中几句话 更是让我觉得个硬 李莉 你若不生个儿子 将来就跟雨暖家一样 所有的家产都便宜了 别人还没人养老 你岳母为什么会那么痛快地帮你们带孩子 还不是为了讨好你 将来好给他们养老 陈瑶不但没有反驳一句 还回道 我再慢慢跟雨暖说 李莉逼一逼雨暖 若她还是不愿意生二胎 妈已经脱眉人给你物色对象了 就咱家这个条件 还非她不可了吗 为这时 我俩再次大吵了一架 最终是陈瑶保证 再也不将我们鸡毛蒜皮的日常 说到李莉那里去 才和好休战 但好了没两个月 陈瑶背着我 干了件让我下定决心离婚的事 她背着我去相亲了 那时刚好是陈瑶舅舅病重住院之时 陈瑶经常去看她舅舅 她去相亲那天 跟我说的也是去医院看她舅舅 我原本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是李莉将陈瑶跟那个姑娘相亲的照片 给我发了过来 顺便挑衅我 你不愿意生二胎 有的是姑娘愿意跟我儿子生二胎 我看着照片 没再去质问陈瑶 而是默默整理了离婚时要用的资料 我跟陈瑶没什么共同财产要分的 我俩的房子都是婚前的车 虽然只有一台 我不常用陈瑶开着 但也是我婚前的财产 这三年我俩的工资基本都耗在各自的房贷跟日常开销上了 唯一的牵扯是月月抚养权的问题 抚养权我是绝对不会交到陈瑶手里的 按照她妈那重男轻女的性子 将来陈瑶再婚 月月待在她家 有受不尽的委屈 整理完资料 我收到了公司的出差通知 这一出差就是半个月 出差期间 陈瑶给我打电话说她舅舅没了 让我赶紧回去参加她舅舅的葬礼 我都不要了 我还理会她家亲戚 那边的事已变有了 我回来她质问我的事 此刻陈瑶背我一句 你妈又给你下达了找我吵架的新任务 你来找我完成KPI了 给噎住了 半晌 她再次质问我 雨暖 连我家这边亲戚的葬礼你都不去 将来我爸妈还能指望你什么吗 我反问 你是马上就要死了吗 这么着急 把孝心外包给我 她欲在说什么 我从抽屉里拿出了我出差之前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书 扔在她面前 平静地说 离婚吧 陈瑶 她望着离婚协议书 正愣了一会儿 雨暖 你什么意思 你这事做得不厚道 还不准我说两句吗 我从手机里翻出李莉发给我的信息和照片 递到她面前 她瞠目结舌地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脸上出现了先有的惊慌 暖暖 你听我解释 不是我妈说得这样 那天我并不知道 我妈叫我过去是去相亲的 那天回去我也跟我妈说过了 这样不好 她说她只是想逼你同一生二胎罢了 我冷静 问真相还重要吗 出差半个月 我也为陈瑶找过这样的借口 但冷静下来再想想 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李莉身上 而是出在陈瑶身上 是陈瑶纵容了李莉这样做的 若从李莉最初退休 试图插手我们的生活时 陈瑶就坚定拒绝李莉的插手 我们不至于走到这步 是陈瑶在三年多的婚姻中 还独立不起来 试图过没结婚之前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才导致的 这三年多她也一直在试图让我包揽全部的家务 只是我没干她 别无她法 现在李莉退休 要来跟我们同住 她有机会过回以前的生活了 所以她不顾我的难处 抓住一切机会要过回原来的巨婴生活 为此不惜跟我吵架 跟我闹 一步步试探我的底线 既然她想过回原来的巨婴生活 我成全她便是了然 离婚没谈妥 李莉在知道我们要离婚后 坚决不同意将月月的抚养权给我 起初我以为是陈瑶觉得自己玩脱了 想挽回补救 她也确实在补救挽回 甚至跟我打起了感情牌 追忆我们恋爱时的过往 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也不再让李莉来我们的小家搅局 但直到李莉跟人炫耀自己儿子 为了她跟我闹离婚时 说漏了嘴 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她得意洋洋 于南想带着我孙女离婚走人 是不可能的 她是独生女 将来她父母的财产全是她的 她只要把月月留下 将来她那些财产就是月月的算盘 珠子崩我一脸 就差直白地说 她想把我的财产据为己有了 则生活一旦狗血起来 你都不知道怎么将她拉回原来的轨道 不过好在还有法律 既然协商不了 大不了走法律程序 虽慢了点 好过被她一夹子拿捏 陈瑶在得知我要起诉离婚后 彻底慌了 来了我家跟我父母说好话 可惜李莉将那些算计的话说出口 收不回去了 这些话被左邻右舍传得沸沸扬扬 我爸妈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我爸直接将她赶了出去 跟你妈去过 别再来祸害我女儿了 极限拉扯了半年 婚终于离了 月月的抚养权也拿到了 陈瑶每个月支付一千的抚养费 法院门口 我最后看了眼 一起走了六年多的男人 呸 巨婴忠心地劝她 以后好好听妈妈的话 陈瑶 大概是我这句话 讽刺地意味呼陈瑶脸上了 李莉跟我叫嚣 于暖 别整得全天下就你一个女人似的 我儿子离了你是天大的 好事多的是 姑娘等着跟我儿子结婚 我点头不尬 顺口祝福 祝你儿子二婚愉快 而我离婚后 干的第一件事是给乐乐改了姓 既然如此重男轻女 月月跟她家姓都晦气了 你问我有过心酸吗 有过 好歹一起走了六年多层 也一起诚心地许过山盟海事 天长地久 想过老了之后 一起坐轮椅晒太阳 但生活本来就琐碎 没必要在号上全部的精力 陪着她一家子眼摘斗戏 万一一个失智 可能就真会变成她家的大丫鬟了 及时止损方为上策 跟陈瑶离婚后 我以为她会很快二婚 但没有 并非她还念着旧情放不下我 而是她根本没人要 也不是我从中作梗 我没那个精力在离婚后还去给她添堵 也没想过要去报复她 先不说她是月月的父亲 社会新闻那么多 我看着害怕 万一招惹上烂人 小命都不一定能保住 她之所以没人要的原因是李立 李立在我们离婚之前干得侏儒 没离婚就给儿子找下家 刁难儿媳妇 怂恿儿子跟儿媳离婚 还要算计儿媳妇家的家产 试图吃绝户等等一系列骚操作 在云城这个走在街上 百不能遇上一个熟人的五六县小城市 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 谁家姑娘脑子有病这么想不开 明知道是个火坑 还要往里跳 而李立还觉得她儿子是个香伯伯 二婚的不要年纪太大的不要 长相太差的也不要是 已我们离婚三年 她依旧还在去相亲的路上 终于在我们离婚后的第四年 李立眼看着陈瑶逐渐肥胖 开始降低要求 二婚的也行后 陈瑶向上了一个二婚的姑娘 有一个儿子 但是儿子判给了南方 两人相处不过两个月 便火速准备结婚了 两人结婚之前 陈瑶专门来看了一次月月 看月月是其次 主要是来跟我炫耀的 因为离婚后没人来我家 说破天 我也一直没有在找 一心扑在工作上空 出来的假期 我全带着乐乐和我爸妈看世界去了 婚姻我走过一遭了 觉得不如一个人来得畅快 所以陈瑶的炫耀于我而言 没有任何意义 我别邀请我 我不会给你包份子钱的 陈瑶 几年过去了 我对陈瑶没了几年前的愤怒 也不会再嘲讽她 甚至好意多了一句嘴 要想生活和谐 让你妈少插手你跟你老婆的事 陈瑶想说什么 最终却一句话也没说 陈瑶走后 我妈朝我翻白眼 都离婚了 你还劝她干嘛 抓把瓜子等着看热闹不香吗 我是知道 这些年 我妈对陈瑶家一直意见很大 当初为了我婚后生活和谐 一分彩礼不要 还尽心尽力帮我们 最终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 离婚时 李莉竟还有脸 惦记我家的财产 当我跟陈瑶离婚后 我也从未听我妈这般幸灾乐祸过 我妈那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 现在未婚先孕了 李莉急着抱孙子 同意了 财礼给了八万八 但据说一半都没有带回去 被那姑娘给了她前夫一半多养自己的儿子了 我妈再加上李莉两口子 现在都退休了 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了 跟陈瑶一起住 两家人一起过日子 精彩还在后面呢 我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前面棋牌 是一起打牌的牌友说的 那姑娘也经常在里面打牌 她前段婚姻离婚的原因是家暴 我惊叹 那她还敢嫁我吗 她怎么不敢嫁 又不是她被家暴 是她家暴她前夫和前婆婆 我刺激 希望李莉人没事 但事与愿违 不过一年 我吃了个大瓜 我妈会声会色转述给我的陈瑶老婆 将李莉给打了 还砸断了李莉一根手指头 原因是陈瑶老婆怀孕时 李莉也给她立规矩 要她做饭洗碗 伺候她全家 她不干 便被李莉一直立规矩一直说 但当时她怀孕打不过李莉 只能忍着 孩子生下来后 也是个女儿 李莉在医院里便说了些不好听的话 月子上就更谈不上去照顾陈瑶老婆了 连陈瑶老婆娘嫁人过来照顾她 都被李莉给白脸色了 所以 陈瑶老婆出了月子后 跟李莉来了个秋后算账 趁着陈瑶去上班 瑶爸也出门 无人帮李莉时 将李莉摁在地上 给胖揍了一顿 李莉被摁在地上了 还指着她骂 她干脆随手 操起桌上的烟灰缸 砸断了李莉的食指 叫李莉重新做人了 据说李莉去医院的时候 整个手都是鲜血淋漓的 看着甚是恐怖 我怎么说干得漂亮 就是这个做法比较行 我问到这么大 她老婆没被送进去 陈瑶那个妈宝南 不得将她老婆告进去 我妈李莉自己报警了 但警察以家庭纠纷处理了 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妈她女儿现在才几个月 还在哺乳期 进去了谁带李莉吗 李莉现在还在医院 骂陈瑶不笑呢 我就说陈瑶是个 嘀嘀嘀嘀嘀嘀的伪妈宝南 我以为经过此事 李莉会搬回自己家 跟陈瑶他们分开住 结果并没有 陈瑶老婆非独生女 还有个弟弟 她母亲要带孙子 没空帮她带女儿 所以她反过来给李莉规矩了 她给李莉放话 不帮忙带孙女 那就老死不要再来往了 死讯都不要通知 我的那种 也不要再踏进这个家门半步 李莉为了陈瑶最终妥协了 而就是李莉帮忙带孙女的情况下 两人也是动不动就吵架 甚至动手 我听着一阵唏嘘 应了那句话 恶人自有恶人魔 虽然知道李莉眼下过得很不如意 我也从未想过去现场围观 幸灾乐祸 但云城尾时太小 两年后 我上街买东西时 偶遇了李莉 她牵着孙女 跟在陈瑶老婆身后 两人边走还在边吵架 为的是生二胎的事 她说出当年跟我撒泼打滚时的话 你这是要老陈家绝后啊 陈瑶老婆淡然看了她一眼 生出和陈瑶一个德性的儿子 跟绝后了有什么区别吗 像你一样 将来老了之后 为了她五六十岁的年纪 还要一刻不得闲地帮她 这比绝后还惨吧 我是跟你一样 脑子有病吗 这么想不开 李莉玉在说什么 她先发制人 再在我这里啰嗦这些 你就自己搬回去住 李莉气得一个哆嗦 你这是孙女带大了 不需要我了 就想撵人是吧 她理所当然 不然还留着你在我这里给我添赌 窜多陈瑶跟我找事吗 她顿了顿 还是你想接着跟我打架 李莉 我明显看见李莉缩了一下脖子 有三个月 陈瑶满脸疲倦地来看月月 跟我聊了会儿天 话里话外都在抱怨她老婆没了当初相亲时的温柔体贴 还一小半的工资都补贴她跟前附加生的儿子了 她妈也因为家庭中琐碎的事情一直怨她 每次李莉一跟她老婆吵架 她就里外不是人 以及她后悔当初跟我离婚了 眼看着她这话就要说出口了 我立马制止了她 这不就是你当初想要的生活 你妈也是为了你们好 陈瑶 开玩笑 可别再来祸祸我了 她老婆我爱了 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 包括我自己破坏她的幸福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想吐槽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 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 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结婚时 婆婆嫌弃 我家是养牛的 不但提出要婚前财产公正 还说婚后所有开支必须也 绝不能让她儿子扶贫 可她不知道我家养了十万头牛 我知道我儿子很优秀没错 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 妇态的中年妇女逆了我一眼 高高在上的姿态 看得我眼角直跳 你和言初的事情我知道 听说你爸妈前几年就不在了 你家还是在村里养牛的 我想了想 那一长串地名说村里好像也没错 于是我沉默着点了点头 女人将下巴抬得更高了 我家的情况你知道吧 我和言初他爸可都是事业编 以后光退休工资就好几千一个月 双职工 这家庭说出去一般人羡慕的眼睛都要红了 就我们言初这相貌 这人品多少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哭喊着要嫁给他 他都不要 哎 谁叫我儿子不争气呢 死活要找你 我拗不过他 但是要想进我陈家的门 有几个条件 你必须答应 就在这时 在厨房忙碌的陈炎初捧着碗石榴出来了 石榴包得干干净净 像红宝石一样堆在洁白的陶瓷碗里 看着就诱人 妈 你陪小夏聊慧天 我再去给小夏包个柚子 看着笑得一脸幸福 转头又跑去厨房忙碌的陈炎初 我不由地叹了口气 阿姨 您还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就三点 第一 你们必须做婚前财产公正 我家可是给延初在市中心买了房子的 一百五十八平的大套奸纳 光首付就要一百多万 这可是我们两口子一辈子的积蓄 我绝不能便宜了外人 一套房子而已 我点了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第二 你们婚后必须一致 我皱了皱眉 结婚后 还爷 那结的什么婚 阿姨 这不太合理吧 陈炎初妈妈立刻就不高兴了 远眼一瞪 脖子一扬 难听的话噼里啪啦 从薄薄的嘴唇中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 我们演出赚多少一个月 你赚多少一个月 听说你还有个哥哥 你哥还生了三个孩子 你到时候把延初辛辛苦苦赚的钱搬回娘家怎么办 我都算过了 年初工资有两万多 一个月房贷公积金就能付不少 也就是他净收入足足还能付于1.7万一个月呢 延初说你是养牛的 虽然不知道你养牛赚多少钱 但是你休想用我儿子的钱 这些钱我得给他攒着 给以后的孙子娶媳妇用 我张了张嘴 想起我哥的别墅和游艇 还有那些名下记不清的房产 算了 跌就跌吧 大不了以后多给延初塞点零花钱 行吧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见我答应了 陈延初妈妈眼睛一眯 更近了一步 你们得签个协议 以后各自赚钱各自花 不能算夫妻共同财产 万一以后没在一起了 延初赚的 他自己得都拿走 阿姨 这不符合婚姻法 陈延初妈妈文言顿时急了 她一拍大腿 将身子靠向我 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了 你养牛一个月赚几块钱 我们延初费那老大进 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 可不是为了给你们加扶贫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自己一个月赚多少钱 家里的钱都有专业的经理人负责 既然陈延初妈妈一定要分得这么轻 那就听她的吧 唉 送上门的钱人家都不要 还有第三点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结婚后 我得和我儿子一起住 想起自己家空荡荡的十几间卧室 这次我倒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聊什么这么开心呢 陈延初端着个包干净的柚子出来了 她走到我身边 亲密地摸了摸我的头 和你妈聊结婚条件呢 陈延初妈妈吓了一跳 似乎是没想到我会直接说出来 你妈说要财产公正 结婚以后还要也自己赚自己花 不能混一起 我话音刚落 陈延初脸色就变了 看着板着脸的儿子 陈延初妈妈也不高兴了 我已经退了一步了 这几个条件是我的底线 而且你女朋友刚才都已经答应了 你还甩脸给谁看 陈延初意味深长地瞥了她妈妈一眼 妈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 陈延初是知道我家情况的 我现在才发现 她居然什么也没和家里说 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 我主动拿出带来的礼物 阿姨 这是人参和虫草 送给你和叔叔补身子的 陈延初妈妈 打开精美的包装盒以后 马上捂着嘴惊叫了一声 天哪 这假人餐做的和真的是的 我无语地看着她夸张的表情 阿姨 这是野山餐啊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你是哪个旅游景点买的吧 这个投掷品项也太假了 要是真的野山餐几百万都买不到 这确实是我哥之前花五百多万买的 我特意挑了最好的拿来送陈延初父母 没想到她妈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下下 你把东西收回去吧 我爸妈还年轻 暂时不需要这些 陈延初拍了拍我的手 似笑非笑地看了她妈一眼 她妈马上疯狂点头 对呀对呀 等下不要吃出问题来 也不知道哪里买的便宜货 造假造得这么离谱 我默默地将东西收好 放回袋子里 行吧 你年纪大 你说得都对 三人正沉默时 门铃响了 陈延初妈妈眼睛一亮 立刻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我去开门 客人到了 宁人来就好了 怎么还带礼物呀 这车离子贵得很 得二百块钱一盒吧 这刘过阳的人就是不一样 你说出手大放上档次 陈延初妈妈 拉着年轻女孩的手 态度那叫一个热情大方 如暮春风 和对我的爱达不理 高高在上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徐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杨丹宁 是我领导的女儿 她呀 可是和延初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我们以前还一直开玩笑说要给他们订娃娃亲呢 眼前的女孩个子高挑 皮肤白皙 五官虽然普通 但是会打扮 身材好 看着还是颇有两分姿色 我不动声色地弯了陈延初一眼 女孩看到陈延初 眼睛一亮 很快 娇滴滴的嗓音就在我耳边响起 延初哥哥 你回家了 怎么都不来找人家 陈延初文言 拉着我的手大放一笑 是应该去找你的 早就想着介绍念夏给大家认识了 这是杨丹宁 我初中同学 这是我媳妇 徐念夏 媳妇三个字深深地刺痛了杨丹宁和陈延初妈妈 他们俩一口同声地说道 你还没结婚呢 我抿了抿嘴 意味深长地瞥了陈延初一眼 陈延初擦了擦汗 朝我头来一个哀求的眼神 呵呵 青梅竹马 还有一个一心向着青梅竹马的亲妈 我倒要看看她待会怎么解释 杨丹宁来了以后 陈延初妈妈立马把我撇到了一边 水果零食 热茶 那叫一个殷妾热情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才是陈延初第一次上门的女朋友 我坐在陈延初边上 不动声色地掐住她胳膊内侧的肉 七百二十度旋转 杨丹宁捧着玻璃茶杯 浅浅地喝了一口 然后就盯上我放在沙发上的包 这包是假的 假包 陈延初妈妈拉高嗓子 发出一声尖叫 她瞪着眼睛 捂着嘴 一副惊诧极了的模样 小徐 你还买假包啊 年轻女孩不要这么虚荣 买不起真的 也不至于买个假的 那些什么名牌啊 奢侈品 没那个实力就不要买了 小徐 你说 你赚几千一个月 背个几万的包在身上 人家也不会信啊 陈延初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 不要爱慕虚荣 要简朴 要持家 要贤惠 说得我直翻白眼 就算是为了陈延初 我也有点不想忍了 陈延初一看我的脸色 就知道大事不好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 奋力打断了他妈漫天飞舞的唾沫星子 妈吃饭了 想到陈延初往日对我的体贴温柔 我叹了口气 算了 还是给他一个面子吧 看是陈延初爸爸烧的 手艺挺不错 很有江南农家菜的风味 我刚举起筷子要吃 陈延初妈妈又开始发话了 小徐 你会做饭吗 我摇了摇头 他脸色立马变了 你不会做饭 那以后一日三餐怎么办 总不能顿顿吃外卖吧 我刚想说家里有阿姨 陈延初就板着脸打断了他 妈妈 你不是也不会做饭吗 再说了 我喜欢做饭 一个家有一个人会做就行了 杨丹宁立刻一脸钦佩地看着陈延初 真羡慕念下姐姐能找到延初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 不像我至今都是单身 那还不是因为你单纯 不像其他女孩 胡妹子会勾人 你这孩子就是太实在 陈延初妈妈给杨丹宁加了一块红烧肉 一脸遗憾地看着他 再好的胃口 也被这两人败光了 我的忍耐差不多也到了极限 陈延初紧张地看着我的表情 赶在我张嘴之前 抢先开了口 杨丹宁 你高中时不是还怀孕了 你那初恋呢 后来怎么没在一起 空气死一般地寂静 杨丹宁环视一圈 然后捧着脸哭出了声 言出哥哥 你为什么这么误会我 呜呜 我不活了 我清清白白地黄花大闺女 你到底是听谁胡说的 听你初恋说的 你去医院的手术费 还是她问我借的三千块钱 到现在也没还我 我表姐是护士 当时你病房还是她给安排的 你不记得了 杨丹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摸了摸头 嘴唇颤抖了一会 才发出蚊子般的响声 我不舒服 我先回去了 说完站起身就走 还踢翻了椅子 但是她看都没看一眼 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 好像身后有恶狗在追 我看着目瞪口呆的陈延出父母 突然觉得失去的胃口又回来了 伸手夹起一块红烧鲍鱼放进碗里 陈爸爸手艺真不错 这鲍鱼烧得软糯Q弹 咬下去满嘴流香 啪 陈延出妈妈不高兴地将手中的筷子拍在桌上 怒气冲冲地瞪着陈延出 延出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陈延出也不高兴了 这不都跟您学的吗 我就是说话太直了 您别介意 我嚼着嘴里的鲍鱼 兴致勃勃地看着陈延出和他妈妈斗法 果然 所有的婆媳问题 最终原因其实都是夫妻问题 只要有个愿意站你边的老公 你就不会和婆婆吵架 因为他会替你把该吵的都给吵完 陈延出骂骂气得直喘 但是却舍不得当众骂陈延出 他转过头 瞪向正吃得津津有味的我 小徐 咱们刚才聊的事情还做数吧 吃完饭你就去和延出 把那些婚前协议给公正了 这种事情还是白纸黑字写下来比较好 我擦了擦嘴 点点头 可以 我答应的事情肯定做数 希望阿姨 你到时候别反悔就行 反悔 哈哈哈哈 小徐多吃点吧 以后你和延出配了 可就吃不到这么好的菜了 陈延出妈妈 露出一个讥讽的笑 伸手给我加了一块鲍鱼和牛奶 确实是吃不到这么家常的便宜菜了 但是不管便宜还是贵 都不能浪费 见我一副认真吃饭的样子 陈延出妈妈 脸上不屑更加明显了 婚礼的事情 延出也和我商量过了 我们这边的规矩 是要生了儿子 才能办婚礼的 陈延出生气地站起身 妈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这什么时候有着规矩 陈延出妈妈撇了撇嘴角 现在的小姑娘都很开放的了 谁知道以前私生活怎么样 不会下蛋的鸡 我们陈家可不要 我点点头 阿姨说得对 像刚才那个杨丹宁那样的可不行 太开放了 至于婚礼 我们女方家可以先办 先说好那种山沟里的婚礼 我可不去参加 你们老家那边 不会还是露天厕所吧 哦哟 太吓人了 你们要办就自己办吧 但是领完郑延出必须和我们住一起 我强忍着体内的洪荒之力 才没有当场翻白眼 吃完饭 陈延出妈妈便急不可耐地催我们去公正处 还像模像样地请了一个律师 签完协议 我和陈延出就回我老家了 我哥哥已经替我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婚礼 没有南方父母到场 我并不觉得遗憾 没看着碍眼的人在 反而兴致更高 结完婚回到城里 我和陈延出就打算一起搬到新房住了 当时我和陈延出在一起以后 就在他买房的小区也买了一栋别墅 搬家那天 陈延出妈妈比我们还积极 先说好这房子首付 可是我付的主卧必须得留给我 我和陈延出对视了一眼 等会搬的是我的别墅 但是我们都很默契地没提这件事 车子很快来到了小区 并停在了最大的一套别墅门口 乖乖 这别墅我听人说装修就花了上千万 我走下车 站在别墅门口 这房子装修得确实不错 是我最喜欢的法式风格 见我沿着台阶一直走到别墅门口 陈延出妈妈立马板起了脸 你小心一点 要是不小心磕坏了人家的门树 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看到门口那棵罗汉松了没有 这数要一百多万 行了 别看了 这种东西不是你羡慕得来的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命 我叹了口气 掏出钥匙插进别墅大门 阿姨 有没有人说过 你真的很吵 你干啥 你别乱碰人家的大门 你剩下的话被堵在了嗓子眼 陈延出妈妈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推开别墅大门 一脸被雷劈了的样子 陈爸也是睁着眼 张着嘴站边上 一副受惊过度的模样 这是我买的房子 你们俩的卧室在二楼最南边的一间 我边走边说 结果身后却迟迟没人跟上 嗯 人 这对夫妻还站在门口识化 我无奈地折回门口 怎么不进来 站着干啥呢 他 陈延出妈妈一拍大腿 小徐 你是不是在这房子里当保姆啊 我翻了个白眼 抛了抛手中的钥匙 保姆和厨师今天下午会道 这房子真是你的 陈延出妈妈捂着胸口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是说你家是卖牛的吗 卖啥 牛能买别墅 那牛的是金子做的 陈延出没告诉你们吗 我家有十万头牛 陈延出妈妈倒抽一口冷气 掐了掐站在一旁 至今嘴巴没合拢得沉霸 一头牛是不是要上万块来着 十万头十亿 哎呀 老天爷 陈延出妈妈回过神来 一屁股挤开 站在我旁边的陈延出 拉着我的手 笑得那叫一个如沐春风 小徐呀 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觉得你不一般 这长相 这气质绝不是普通人家可以养出来的 我们延出真是有眼光啊 找了你这么一个媳妇 我用力抽出自己的手 扯起嘴角 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阿姨客气了 陈延出妈妈用力拍着我的手臂 还叫啥阿姨 得叫妈 我朝后退了一步 拉开和她的距离 阿姨婚礼仪式什么都没办过 怎么能随便叫妈呢 说完不等他们的反应 我就拉着陈延出上楼了 只留下陈延出父母 留老老 有大官员一样 在楼下晃荡 稍微整理了一下卧室 其实也没啥好整理的 所有东西都已经备好了 房间也早就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我就是不想看到陈延出妈妈 拉她上来避一避而已 老婆 你可千万别心软 陈延出一脸严肃地看着我 我现在总算是了解我妈了 给点阳光 她就灿烂 你一定要严格按照咱们的婚前约定来 不然她知道 你这么有钱 七大姑八大姨 天天叫家里来炫耀 有我们受的 我老公可真是个大孝子 两人在卧室腻歪了一会 下楼发现陈延出果然了解她妈 因为她妈已经在疯狂打电话 呼朋唤友叫人来家里玩了 大姐挨试试 延出买了别墅 你们记得全家都来玩 来家里吃饭 挨不辛苦 有保姆呢 对 还有厨师会做饭 我戏谑地看着正挨个打电话的陈延出 妈妈可真有意思 她好像忘记了 这房子和他们家没一毛钱关系吧 看到我下楼 陈延出妈妈喜滋滋地凑上钱来 小夏 搬新房可是大事情 我们那边规矩是要请客办酒席的 到时候叫大家都来暖暖房子 沾点人气 不好意思 我这里没这规矩 你陈延出妈妈刚要说话 阿姨她们来了 刘阿姨和陈阿姨负责家里的卫生工作 而张姨则负责厨房的事情都是我用了很多年的阿姨 看到进来的三个帮庸 陈延出妈妈马上抬起了下巴 好好干 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 但是也不要偷奸耍滑 手脚都给我放干净一点 不要看着我们人好就想偷懒 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还多 别想着糊弄我 刘一 你们去忙吧 刘阿姨三人面面相去地站在那 因为我早就和他们交代过 以后只负责我和陈延出的生活 陈延出父母的房间让他们自己收拾 陈延出妈妈得意地挥了挥手 都退下巴 以后有点眼力见 心里的有活 为了庆祝第一天入住 我让张阿姨准备了很多食材 奥龙 帝王蟹 黑金鲍 东兴斑和牛 各种海鲜什么的 满满当当摆了一桌 陈延出妈妈吃得满嘴流油 一边吃一边还忍不住点瓶 这鱼不行 烧老了 这螃蟹还可以 挺新鲜 明天再买一只 这牛肉太肥了 吃着腻 我不喜欢 下次别买了 吃完饭留意 端上洗好的水果 我喝了口茶 清了清嗓子 阿姨 延出 咱们把账结一下吧 陈延出妈妈嘴里塞了两颗葡萄 正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账 什么账 阿姨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咱们不是都签好婚前协议了 生活开支 也您没忘吧 刚刚那顿晚饭 一共花了一万多 零头就算了 就当一万整 吃饭是咱们四个人吃的 你们家三个人 要付七千五百 是现在转账还是记账 看在延出的面子上 咱们可以按月结账 什么 你抢钱了 陈延出妈妈刷的一下 从沙发上跳起来 双手插腰怒视着我 天底下有你这种女人 买吃的给公婆居然还要收钱 而媳妇孝敬公婆 那是天经地义 妈 咱们仪式都没办过 改口费都没给过的 虽然法律上 我们已经领证了 但是习俗上还没有呢 咱们都签了协议的 我可不想被人说吃软饭 爸妈 你们放心 我养得起你们 陈延出好言好语地劝着他妈 却把他妈说得脸色越来越白 珍珍要你马 一顿饭要吃掉我们家一个月工资 天爷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阿姨您这话说的 你们可以不吃 我又没拿刀逼着你们吃 诺 看见没 北侧那边还有一个小厨房 你们可以用那个厨房 你们要是愿意出钱 就可以和我一起吃 要是不愿意出钱 咱们以后各吃各的 我吃点亏 燃气费水电费 就不问你们收了什么 还要燃气水电费 这话说的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你们生活在这里 当然要给钱了 爹 可是您说的白纸黑字写着呢 不给钱也行 你们可以回自己房子住 我记得 你们买的房子 就在那边的高层 离这里不远 走路也就是十分钟的事情 不行 我要住别墅 陈延初妈妈贪婪地转头 环视了一眼装修的富丽堂皇的别墅 我给他们留的卧室是件套房 有衣帽间 浴室 客厅 花园 阳台 光是卧室的面积 就快赶上他家那套房子了 这居住环境 收他们三人一个月一万房租 不过分吧 陈爸爸听到还能继续在这里住 也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有别墅住 谁愿意去住小平层呢 行吧 还有这水果 阿姨 你刚刚吃掉三百块钱了 年初把账记一下 月底一起结好了 三百块钱 你的葡萄是金字做的吗 进口秦王三百一斤 张姨一共就买了两斤 您一个人吃掉了一半 陈炎初妈妈捂着胸口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天也有钱 也不是这么霍霍的 这哪里是吃水果 这分明是吃钱啊 不行 你不能这么浪费这些钱 以后都是我大孙子的 你不能这么胡乱花 呵呵 你会不会管得太多了 我挣的钱想怎么花 就怎么花 你妈 你要是这里住不惯 就回自己家住吧 看到陈炎初难看的脸色 他妈终于不甘愿地闭上了嘴 显然没什么能让她离开这别墅 第二天一大早 我还在睡梦中 就听到了楼下的喧哗声 男人的声音 女人的声音 孩子的哭声 叫声 让我以为自己在菜市场 我换好衣服下楼 看到了一大帮的男女老少 一个穿着件蓝色衬衫的小男孩 正穿着鞋 站在我沙发上疯狂逼跳 原本洁白如雪的进口波斯地毯上 全是黑色的脚印 还落着不少泥巴 米色的沙发上也有不少乌黑的小孩手掌印 刘姨和陈怡正站在一边圈 但是屋里声音太大了 两人的话显然起不到作用 吵什么吵 再啰嗦 叫我儿子把你们都开除了 陈言初妈妈板着脸不高兴地对刘一鹤赤道 他们俩的行为让她觉得没面子了 还傻站着干啥 没看到客人来了吗 还不去端水果来 刘姨 去吧 就挑最贵的拿 反正记在陈言初账上 我的到来让所有人都安静了 大家都像被点了穴道一样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我双手抱胸 看着还在站在沙发上的小男孩 皱了皱眉下来 旁边的中年大妈估计是她外婆 文言不悦地瞪了我一眼 翠芬 这是你儿媳妇 也太没规矩了吧 这要是在我们村当婆婆的 一个大耳瓜子就上去了 呵呵 你孙子跳的那沙发六十八万 跳坏了 记得赔钱就行 客厅里顿时响起一片抽气声 大妈立刻一把将男孩拉到了地上 陈言初此刻也睡眼朦胧地走了下来 看到楼下的男女老少 她明显一呆 大姨 外婆 外公 你们怎么都来了 我皮笑肉不笑地对陈言初妈妈扯了扯嘴角 阿姨 我们的协议你记得吧 需不需要我当众宣布一下 阿姨 陈言初外婆不高兴了 她瞪了陈言初一眼 年初 你怎么找的媳妇 领证了咋还不改口 一点规矩都没有 外婆你瞪我干啥 是我妈自己不认这个儿媳妇的 没婚礼没仪式的人家也不算过门 而且这房子是小夏的婚前财产 和我们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都不知道我妈自作主张干什么 陈言初妈妈听完陈言初的话 脸色涨得通红 她耿着脖子瞪向陈言初 我咋了 搬新房了 不能叫你大姨外婆来玩吗 这么好的别墅 让家里人参观一下咋了 阿姨 你有点搞笑 要带人参观 你带人家去你家呀 参观我买的房子干什么 这房子跟你们陈家有一毛钱关系吗 你你你 陈言初叹了口气 走到他外婆边上 外公外婆 走吧 我妈带错路了 他们买的房子在后面的高层 这别墅是小夏自己买的 和我们家没关系 陈言初妈妈 愤愤不平地带着一家子亲戚走了 我嫌弃地看了眼脏乱的地毯 看来以后要和刘姨他们说好 家里不能放陌生人进来 陈言初拉着我的手 一脸地歉意 对不起啊 小夏 给你添麻烦了 我会好好和我妈说的 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你先去吃个早饭 我把地毯送去店里清洗一下 费用从我工资里扣 我哭笑不得地拍了下他的手臂 你工资才多少钱呢 还动不动进你账上 我就是吓吓你爸妈的 哪里真的会要他们付钱 那怎么能行 陈言初顿时急了 他皱了皱飞扬的健美 清俊的脸 神情异常严肃 你得算钱 还得问他们多要点 你要是不和他算钱 到时候你的那些燕窝补品全都得被他拿走送人 不止那些 还有家里的摆件 你的化妆品 衣服包包都留不下 陈言初拉着我 那叫一个苦口婆心 你不知道我妈 我外公外婆是农村的 家里养了四个女儿 没有儿子 村里人都看不起他们 我妈拼死念了大专 分配了工作以后 他就特别爱回村里显摆 当初他看不上你 也是因为以为你家条件差 他这人脸面比天大 如果能让他有面子 啥事情他都做得出来 果然是他妈的好大 我摸了摸陈言初的头 这也是我能一直忍受他父母的原因吧 不到一会 陈言初手机响了 我瞄了一眼屏幕 是他妈打来的电话 陈言初没开免提 但是看他的脸色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果然 挂完电话 他一脸苦笑 小夏 我妈说我外公外婆 他们中午能不能来咱家吃饭菜 就按照昨天那样烧菜钱 我妈恢复 你妈还真是舍得呀 我都有点佩服陈言初妈妈了 他们夫妻俩虽然是有编制 但是到手工资其实并不多 扣掉那些社保公积金啥的 估计两人一年能挣个十几万吧 居然舍得花一万块钱 请他家里人吃饭 真是没看出来 还挺大方 既然他想当冤大头 那我也没理由阻止他 饭点时 陈言初妈妈果然带着一大帮人又回来了 不过这次众人明显规矩了很多 连那个小男孩也不再乱跑乱跳了 一行人惊叹连连地看着别墅内的摆件和装修 就插上手摸了 嘿嘿 我清了清嗓子 陈言初妈妈立马挤出一个笑脸 二 媳妇 咱们开饭吧 饭桌上 当陈言初妈妈一脸自豪地说出那些食材都值多少钱时 果然引来了众人的惊叹声 我的娘爱 这吃得哪里是饭 这是在吃金子脆分 你们平常一天三顿就吃这个吗 这日子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要我说 咱们姐妹四人里就数你最出息 工作好 嫁得好 连找的儿媳妇都这么厉害 陈言初妈妈笑得见牙不见眼 一叠声地劝众人多吃点 显然是对这些追捧非常受用 饭吃完 陈言初妈妈果然让他们打包了一些水果和食材带走 动作内叫一个潇洒大方 恨不得把家都送给他们 当然 她的收获也不少 亲戚羡慕崇拜的眼神 让她走路十倍都不由自主地挺拔了几分 饭吃了 东西拿了 客人也走了 没想到陈言初妈妈却不认账了 他们可都是言初的长辈 你们做晚辈的 请长辈吃顿饭 这是应该的 我收回了自己的想法 原本以为她还挺大方 没想到是想凯他人之康 行吧 这账就记陈言初账上 到时候让她一起给我就行 陈言初妈妈点了点头 显然她觉得我就算真记账了 也不会问陈言初拿钱 而且陈言初薪资是固定的 但是他们花的钱 显然已经超出了她的薪资 我总不可能去问自己老公 追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可是我的钱不是谁都能花的 我和陈言初住的三楼 二楼是陈言初父母和几个阿姨的房间 为了防止陈言初妈妈乱进我卧室 我直接在三楼楼梯口 装了一道门 需要人脸识别才能进去 张仪反映 厨房的补品少了很多 燕窝 花椒等 都有被动过的痕迹 我索性也在厨房装了个指纹锁 这下 陈言初妈妈不乐意了 她直接找到我 要求我把上次见面送的人参找出来补给她 上次你送的那人参我在家到处找不到 是不是你不小心拿走了 我都气笑了 对T&B后脸皮叹为观止 阿姨 你这么年轻 就老年痴呆了 那人参是你不要的 火眼金睛 一眼就看出那是个假货 哎呀 我就和你开个玩笑 你瞧你上门送礼 哪有往回收的道理 人不要脸 果然天下无敌 我实在是没耐心和她纠缠 最后警告你一次 我屋里都装了监控 你在乱动东西 下次我直接报警了你 陈言初妈妈战红了脸 伸出手指了我半天 到底是没骂出口 应该是实在舍不得这别墅吧 毕竟真思破脸了 她也怕被我赶走 陈言初公司借了一个大项目 所以最近她都早出晚归 每天加班到十点才回家 而我也趁此机会 将A制执行了一个彻底 早晨 我吃广式早茶 陈爸陈妈吃面条 中午 我吃海鲜大餐 陈爸陈妈吃面条 晚上我吃牛排 他们还是吃面条 陈言初妈妈还一边吃一边叹气 哎 家里的存款都给言初买房子了 我们夫妻这辈子省吃俭用 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儿子 好的都给他了 自己却要吃糠喝稀 都说养儿防老 现在看看子女还是靠不住啊 我翻了个白眼 继续切着牛排 她不会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 凭他们夫妻俩的收入 生活虽比不上富裕人家 但是绝对比普通老百姓好过 见我不作声 陈言初妈妈火了 把碗筷摔得叮当响 阿姨 那套古词价值八千多 你用着不习惯 摔了也行 反正让你儿子陪我 陈言初妈妈举起手中的碗 到底是没勇气摔下去 犹豫了半天 还是将碗重重地放到了桌子上 我眼皮都没抬一下 继续吃我的牛排 陈言初妈妈 眼珠子古路地转 也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吃完饭 我就回自己房间了 回到书房 打开电脑 屏幕上赫然是放大的客厅 这套高清摄像头 不但能摄像 声音也录得非常清楚 此刻 张仪收拾好厨房 上楼休息了 陈仪和刘仪也忙完了所有的活 各自回了房间 客厅里只剩下了陈言初妈妈 只见她掏出手机 给杨丹宁打了个电话 让她来自己家玩 说陈言初喝醉了 没人照顾 陈爸被他的操作惊呆了 你干啥把杨丹宁叫来这里是啥意思 这可是儿媳妇家 什么儿媳妇 人家喊你一声罢了吗 陈言初妈妈板着脸 狠狠地瞪了陈爸一眼 你懂个啥 你知道姓徐的为什么嘚瑟 还不是你儿子天天护着他 等我把丹宁叫来 儿子如果和丹宁好上了 我不信他还会这样护着这个狐狸精 陈爸吃惊地看着他 你疯了 你这不是差人家吗 哪有当妈的给儿子找情人的像话吗你 而且这是被儿媳妇知道了 咱一家三口都得被人撵出去 说你傻 你还真不聪明 咱邻居的事你给忘了 陈言初妈妈翻了个白眼 老张他媳妇之前那个趾高气扬 后来老张外头有人 他媳妇为了挽回老张 又是减肥又是做饭 还跑去割了双眼皮 你不记得了 这女人就不能惯着 你看姓徐的这么得意 那都是咱儿子捧出来的 到时候如果他发现 儿子和丹宁走得近 他着急了 不得讨好咱们 陈霸显然是被说服了 皱着眉头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 沉默了半晌以后 悠悠地叹了口气 你们女人就是心颜子多 反正不关我事 我就当没看见 行了 你自己忙活吧 我上楼了 我捧着杯热牛奶 看得津津有味 难为他们了 大晚上的还给我排了出这么精彩的戏 不到三十分钟 陈丹宁就出现了 一副精心打扮过的模样 穿了条一字尖的黑色连衣裙 也不显老 果然极品 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这陈丹宁也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 大晚上穿成这样 跑别人家里去 当我是死人 丹宁 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 有话我就直说了 你对言出这么多年的心意我都知道 那个徐念夏我是不认的 我心里的儿媳妇只有你一个 陈丹宁一脸苦笑 阿姨现在说这个已经晚了 丹初哥哥都结婚了 结婚怎么了 现在离婚率这么高 他们又没小孩 实话告诉你 丹初早就后悔了 这不他今天公司庆功宴 那个徐念夏管都不管 我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 丹初等会喝醉回家 还得托你照顾他了 杨丹宁罩红了脸 扭捏了半天才说到 阿姨在这里会不会不太方便 陈丹初妈妈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确实不方便 等他回来 咱们把他扶到我那套房里去 近得很 走路也就十分钟 两人刚说完话 陈丹初就亮呛着回来了 一副喝多了的模样 杨丹宁 我没看错吧 你怎么在这看到杨丹宁 陈丹初显然吃了一惊 揉了揉眼 才不确定地问了一遍 今天陈丹初公司办庆功宴 他穿了一件剪裁合身的西装 因为醉酒 衬衫领口早就被扯乱了 露出白皙的锁骨 再加上迷离的眼神 泛红的眼尾 此刻的陈丹初看起来就像是画本子里 专门下凡魅惑女人的妖精 杨丹宁显然被魅惑了 他呆呆地仰头看着陈严初 脸一寸一寸地红了 陈严初妈妈看到这喜上眉梢 他走上前扶起陈严初的手臂 严初 你看你喝这么多酒 你媳妇爱干净 一身酒味 回房间多不好 要你去咱们那套房睡一晚 我去给你拿条毯子 丹宁 你帮我照顾着点 我很快就回来 说完把杨丹宁往陈严初怀里一推 三两步就跑开了 严初哥哥 你还好吗 杨丹宁上前抱住陈严初的腰 扬起头 迷恋又贪婪地看着他的脸 我握紧了手中的杯子 只觉得心里蹭蹭往外冒火星子 好你个陈严初 居然没有迅速推开 一周后的今天 就是你的头七 酒精减慢了陈严初的反应 他愣了半晌 才如临大敌地一把推开杨丹宁 过度的惊吓 让他久都醒了几分 我操 你干嘛 你怎么在这 谁叫你来的 我媳妇呢 呵呵 说了五句话 最后一句才想到我 杨丹宁委屈巴巴地看着陈严初 是阿姨让我来照顾你的 你媳妇根本就不关心你 现在应该自己睡得正香吧 我妈让你来的 我看她是疯了吧 陈严初越过杨丹宁 怒气冲冲地就往楼上走去 留下杨丹宁一个人尴尬地站在客厅 坐也不适 站也不适 我喝光手中的牛奶也站起身 今晚的戏看来是收不了场了 陈严初疯了一样 冲到他爸妈屋前敲门 他妈刚把门打开 陈严初就冲了进去 你们走 你们现在就给我走 严初你咋了 大半夜的你抽什么疯 陈严初没理他妈 开始在衣柜里乱翻 我急匆匆感到拉住他好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早上再说 看到我 陈严初委屈极了 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 老婆 我要被气死了 不行 这事情绝不能就这么算了 在陈严初的发疯下 他爸妈穿着睡衣脱鞋 抱着被子被赶回了小高层 杨丹宁当然也一起被赶了出去 三人在冷风速速的门口 开了半天门 陈严初凡 不过拉开门喊了一嗓子 你要是不想和我断绝母子关系 你就回套房住去 以后都别来这里了 你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个白眼狼 你觉得是就是吧 但是这房子 你们是绝对不能住了 砰 陈严初用力降门甩上 然后拉着我 头也不回地上了楼 回到房间以后 我把刚刚录的视频打开给他看 当听到他妈亲口说 要让他和杨丹宁好上时 陈严初费都要气炸了 他红着眼不顾我的阻拦 连夜开始给他爸妈收拾房间 然后又开着车 将东西全都搬到了套房门口 第二天一早 陈严初父母果然上门来哭喊了 也不知道陈严初和他们说了什么 最后两人又灰溜溜地走了 后来两人还试图搬回来 但是都被陈严初无情地拒绝了 他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还想认他这个儿子 就分开住 如果再想搬过来 我们就把房子卖了 换个城市生活 让他们以后找都找不到 在陈严初的强势下 他父母很快就老实了 也不再整什么 幺蛾子了 生怕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到老了 反而不理他们 老婆 你永远不用担心婆媳问题 这些都是 我要解决的事情 以前是我做得不好 以后不会了 还有 这是我的工资卡 里面还有二十几万存款 都交给你 就当是替我爸妈给的补偿了 陈严初从背后抱着我的腰 将头靠在我肩膀上 我拍了拍他的手 虽然他挣钱不多 但是人好 三观症 最重要是长得帅 这个老公 我很满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